提醒 少将 主计局副局长 刘明山 少将 在业规划师的代师长 许朝明 少将 资源规划师副师长 刘靖忠 少将 法律事务师代师长 林纯美 女士 全民国防栋源室的代主任 蔡宗成 少将 国防采购室 采购管理处处长 郑文正 少将 人事参谋次长 徐远璞 终将 情报参谋次长 张延庭 终将 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 次长 次长 江振中 终将 后勤参谋次长 次长 尚永强 终将 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 次 助理次长 夏光雅 绍将 训练参谋次长 陈晓明 终将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 金子瑞 终将 金子 全 全 全子瑞 终将 不好意思 好 另外四位委员 补充介绍 徐政卫委员 吴志阳委员 黄玉明委员 徐毅仁委员 还有 我们与会的 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 陈生在 绍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明家树终将 工军司令部参谋长 范大为终将 后辈指挥部参谋长 李世国 绍将 宪兵指挥部参谋长 冯毅绍将 电讯发展室主任 刘德金终将 有到吗 好 在后面 资电作战指挥部指挥官 杨登钦少将 国防大学教育长 杨基荣少将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葛平亚先生 好 总计28人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 100分的国防部长 冯部长来做我们的专案报告 汉光三十二号演习 执行经过 及第四军种参与成果 摘要报告 今天应邀到贵委员会 针对汉光三十二号演习执行经过 及第四军种参与成果 做专题报告感到非常的荣幸 首先对各位委员 长期对国军军事事务的关心 指导与支持 使国军得以进步 在此表达敬意与自卸 汉光演习为国军 年度最重要的三军联合作战演训 旨在检验国军 建军备战 政策与提升国军战备的能力 意为国军战力的总演书 为因应中共逾日俱增的军事威胁 今年汉光三十二号演习 规划于四月八月及十月至十一月间 区分电脑兵器推演 使兵演练及军种对抗操演 三个阶段实施 作严于统合三军联合战力 动员全国的总力 织行全民防卫作战 以强化联合作战训练 及精进备战的能力 今年 汉光三十二号演习 时兵演练 于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 采全员时兵局部实弹的方式 完成五天事业 连续之攻防对抗演练 有效达成演训目标 期间 借时兵验证不断累积战术 战法之经验残局 研磨 精进的方案 并具有修订防卫作战计划 以适应未来变局 确保国家安全 后续 本部将以严谨的态度 将贵远委员会的意见 纳入明年看光演习 三十三号的演习 整体规划 现由本部 作战级计划次长 参谋次长进行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好 我是国防部作战 及参谋次长是 中将次长江振中 以下就汉光三十二号演习 执行经过 及第四军种参与成果 提出报告 一前言 汉光演习 为国军年度最重要之 战备任务演训 主要目的 在验证国军战备整备 执行成效 新兴兵力 战术应用作为 并检测作战进化之可行性 以强化国军联合作战能力 被适应未来区域威胁 与防卫作战需求 捍卫国土安全 汉光三十二号演习 寻先列指挥 再练时兵流程 于今年四月八月 及十至十一月间 以三军联合作战形态 分别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 时兵演练 及军种对抗操演 以落实国军防卫作战各项整备作为 现仅就 使兵演习经过 及执行成果 说明如后 二 演习经过 本次 使兵演习 于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 采全员使兵 局部实弹方式 完成五天事业 连续支攻防对抗演练 操演全程 共计完成 一千零七十二项演练科目 有效达成训练目标 其间全军官兵均能秉持务实态度 努力战训本物 充分展现 勤训经验成果 说明如此 一 演练方式 一 敌情威胁 模拟共军攻台作战为想定架构 由防卫军寻应急作战 联合防空 联合结局 联合国土防卫等作战阶段 结合联渡三军联合作战操演 及后备动员之童心自强演习 在本外岛各作战区 及训练海空域 实施防卫作战演练 以强化战备整备 与联合作战训练成效 二 演练重点 至于基地防卫作战 私电网路攻防 空勤海巡纳边作战 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快反事变 反封锁护航 联合博滩岸布雷 空地整体作战 及新兴兵力运用等验证项目 被有效确保重要目标防护 及创造我战场局部优势 达成以小博大 以弱极强之目的 三 私电作战演练 为验证国军 资电作战效能 演习全程 除以敌情威胁 模拟国军 通知电系统遭干扰阻断外 另一 网路攻防想定 以中科院建制之 网路仿真实验室 及国军资讯作业环境 为场域 实施31项科目演练 且配合资讯动员 临写民间专业人员 与国军干部 共同执行网路防护演练 诱导国军部队 演练遭遇 支电状况之处置程序 应变能力 及系统效能 四 实弹射击 既由空军质押作战 海军海上 石兵超野 外岛防卫作战 及陆军空地 整体作战等 事项分数 如次 瓜无一 质押作战 八月二十三日 于澎湖石礁八场 与空军F-16 IDF等主力战机 执行空中战斗巡逻 前置扫荡 随办掩护 投弹任务 等演练科目 以验证空军 质押作战能力 二 海上 石兵超野 八月二三 及二十五日 与台湾周边海域 以海空联合作战方式 执行防空 反飞弹 反潜 水面作战等科目 强化舰队防空 海上机动 及联合结局作战能力 三 外岛防卫作战 八月二十五 金防部于后湖阵地 以反登陆作战计划 实施反周波射击 坐滩线火牵 防护射击 及巨点群战斗等科目演练 验证外岛独立作战能力 瓜不四 空地整体作战 八月二十五日 与屏东联训基地 实施三军联合作战演训 以无人飞行载具 收集敌情 诱导陆军装甲部队 陆航特遣队 及空军密接支援机 实施载空管制 先制攻击 联合火力打击 战场追击等科目 提升联合空地 整体作战效能 三 执行成果 一 具体提升支电作战能量 借落点扫描 网路入侵 网页置换 钓鱼邮件 通信 及雷达遭阻断干扰 及系统瘫痪 等支电工房科目演练 整合国军 中科院 及民间科技人才 验证国军 与网路 及电池空间之预警 狂复 及反制能力 强化各单位 在事件发生时 之状况通报 系统复原 灾损管控 等应变机制 有效验证 中科院 致力研发 支电作战系统能力 二 验证新兴兵力 作战效能 将近期国军筹获之 AH-64E UH-60M直升机 P-3C反潜机 爱国者三型飞弹 与自主研发的 UAS无人飞行系统 云豹甲车 驼江及磐石军舰 等新兴武器装备 纳入士兵 演练 科目验证 并于联勇操演 首次以 AH-64E 攻击直升机 实施火力射击 同时运用 UH-60M直升机 吊挂特战突击车 支援地面作战 以展现国军 新兴战力训练成果 三 强化联合防空作战能力 演习前程 编组各型战机 215P578架次 并整合防空飞弹 海军作战舰体 陆军野战防空部队 演练战机战备转场 机动雷达 飞弹车组 分散部署 联合防空 海空联合结局作战 等66项科目 有效磨练整体防空 及战力保存作为 逼力提升国军 远距军准打局 与联合作战能力 4 经验不对称作战战力 为创造战场局部优势 发展创新战术战法 有效发挥三军不对称作战能力 8月23日 由第三作战区 于桃园地区 演练联合伯滩岸布雷 工作部于澎湖地区 演练质押作战 及各战略执行单位 与全程演练战略 沟通机制运作等科目 与组织或瘫痪敌作战节奏 形成防卫作战有力态势 5 后职三军联合作战默契 为增进三军部队联合作战 指管效能 8月25日 由联合空降特险部队 及第四作战区守备部队 于屏东地区 演练联合空降及反空降作战 并于昌龙农场 成功空投汉马车 协力空中突击作战 另有两栖特检部队 与家务堂演练联合登陆 与反登陆作战 首次借UHYH直升机 搭载陆战队兵力 随行三栖突击作战 以建立三军联合作战默契 6 验证后备动员整体战力 结合同心28 自强34号演习 动员后备部队 继41个单位 7822人 增购用军需物资 14项9万余舰 各项各行车辆152辆 工程机具17部 与民间工厂5家 验证后备部队 协力长备部队 防卫作战 外岛渗透运补 及军需工业动员等科目 有效支援军事任务达成 7 发挥全民防卫动员效能 为验证全民防卫动员支援军事作战效能 那边相关部会编程行政院协调管制中心 并成立各县市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 共同配合演练 使兵演练 除整合经济部及交通部 联度动员演习 并首度将内政部空行总队 UH-60M直升机 纳入国军航空部队作战序列 协力台中港重要目标防护 及执行宜兰雪山隧道 封阻作业与兵火力部署 演练 充分发挥跨部会联合作战效能 4 结语 汉光32号演习 使兵演练在全体官兵齐心协力下 以达预定演习目标 期间透过国内外媒体正面报道 宣扬我国防政策与战训作为 以建立国人对全民国防的正确认知 本部将耿旭详实检讨演习精进作为 被有效提升国军整体战力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导 谢谢 各位委员 冯部长这边有送一张假单过来 是说要到总统府去参加国际高阶将领的规见 所以他要跟大家请假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给部长 您去动要回来吗 好那你就先离行 好我们寻答开始 本委员会的委员 本委员会的委员10加2两分钟 总共12分钟 非本委员会的委员8加2分钟 10点半的时候 发言登记截止 请 请 请 曾庭飞的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现在可以请教哪一位 我们上将 请副总长 陈委员 我们上将会的委员 会同国防部办理 主要是由内政部在做主导 可是还是要会同国防部办理 那在我们的成功领营区成立替代役的一个训练班 那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其实内政部议政署有表达他们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非常清楚说如果这个事情 到底是不是如同这爆料公社所写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的话你们有没有去了解 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替代役的训练里面就是内政部在做训练 他的这些营区也分为好几个地方 像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军备局丁州路那边 他也有一个训练地方 他这个我们实际上对他这个训练上面是没有什么参与的 没有什么参与啦 委员好我是资源师副市长 这样委员报告 那个每年度啊我们会牵奉我们的长官核定 来资源替代役中心做军事干部训练的一个资源 所以有资源吗还是有资源吗 不是说刚向副总长所说的完全好像跟我们国防部是没有关系吗 所以有资源吗是有对所以在这当中在这个是内政部议政署的一个网站 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吗是内政部会同国防部办理所以大家就会去误解说到底这整个事件的发生 内政部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国防部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属实 我给你报告那个所有的权责都在内政部管辖 我们只是负责资源 资源干部的那个管辖权 所以还是有资源者的训练嘛 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国防部还是要去协助了解一下 好到底这个事情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是完全是内政部议政署的一个管理有发生问题 还是我们在训练资源训练的这一块有发生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到去了解的义务啦 好这个部分请副总长协助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在9月23号施威良连长因为疑防 然后遇到车祸伤亡 那这个不幸的事情我们真的很心痛 那现在很清楚他是因公伤亡 那么家属希望他能够进终列池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尽力协助 沟通地方然后沟通我们各个管道能够来协助 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要尽数 要尽数 拜托 因为说真的 对于我们训练到成为一个连长 然后在一次以防的车祸当中 发生不幸的事情 妈妈很难过 非常的难过 因为是在我的选区 这个小孩子真的非常的乖 所以我相信妈妈一度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给他们 有一点起码基本的慰藉 是 起码让他们看到他的小孩子真的是因公 而且进了终列池 这个部分很重要 所以拜托我们的国防部要尽力协助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中国对于台湾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们很清楚它是越来越强烈 在各方的一个态度当中 那么我想了解说 现在我们在与两岸的一个军事战略的一个方针调整 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刚才 部长也特别在访问的时候提到 我们在我们的训练上面 不断地在加强 我们是 都是带着敌情在练兵 第一个我们在我们的情间真方面 我们加强了很多的作为 另外在我们训练方面 不断地针对这个威胁 来做一些因应 我们的不断训练的方式改变 他的强度也要再不断地加强 这个部分其实 我相信我们要给台湾人民一个很安心 而且很有稳定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国军在于在整个两岸之间的一个防备当中 我们要怎么得到人民的信任 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现在在整个汉光演习完了之后 基本上我们未来在整个演习当中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也要去注意我们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 那我也想请教这个 这一次我们汉光32号演习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我们得到了什么 这一次演习 因为是我们是在下半年这个使兵的演习 整个演习我们做了很多 刚才不管联山的次长还有部长的报告里面 都做了很多突破性的这个以前没有做的科目里面 那每一样的科目我们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目标了 当然这个训练目标里面我们还是在检讨 有没有精进的空间 在年中 年中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这个检讨 所谓没有做到过去没有做到的几项演习是包括哪几项 包括像这个空头 包括像这个雪碎的风雪碎 包括这个对抗 还有很多的项目里面 我请这个夜晚的联山跟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 好 报告委员 我们这次汉光演习 所要想达到的验证科目 包含我们新兴的兵力 H64E 还有UH60M P3C 还有这次我们跟跨部会的演练合作 这些我们都达到了 我们对防卫作战我们是越来越有信心 请委员放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加强了很多的防卫作战 还有在各部分各单位的一个联防的一个演习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成果 像刚刚讲的我们比过去多做的哪些演习项目 其实应该要让台湾人民更清楚 让大家更了解 那这些的成果到达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可以给台湾人民什么样的信心 这个其实也是小英总统一直强调的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有安心安全 而且能够国防达到一个目标值 所以这个部分请我们的副参谋总长 可能要去把这一块更详细的把它凸显出来 那在第四军种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的状况跟我们预期要达到的标准 现在持续在跟各有关的部会里面在做一些研讨 我们自己的内部里面的整合 一起在做训练 还有人才的培育方面 那我们预期达到的目标 预期达到的目标 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我们国防部里面要配合各相关的单位来做 至于我们的在这次演习里面也有找一些外面的民间的人士那边在里面做一些训练 这个时间表现在整个的确切的时间还没有整个的出来 还没有出来 那我们总是有目标值吧 是 我们的目标值我们国防部自己制定在第四军种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值 我们怎么制定 我们目前事实上人才的培育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明年里面就会有一些比较稍微具体的成果出来 因为这个整个的自通变展能力 明年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成果 就是我们 因为预算也编了嘛 在这一次我们预算有编嘛 所以我们有具体成果 有预算有经费你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预期目标嘛 那明年我们预算也有编了 那明年我们期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跟效果 我们除了这个人力培育之外 另外积极组建我们资电的这个资电通信的这个电站这些能力 来逐步提升我们电站的能量 我们这边有夜馆的一个夜餐的助理副次长 我请他这个把详细再跟您说一下 好 委员长我是通知室助理市长 这边跟委员报告 这个就我们现在资通电军的这个 我们现在在自有的这个基础上面 这个逐次的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在自有基础上面 来扩充我们的组织 还有充实我们的人力 还有我们获得相关的占据来提振 这个我们的提 主要是以提升我们资通电的战力为主要 那当然目标现在以国家的政策指导来配合来推动来执行 以上报告 可是你们制定的目标值呢 我们知道当然是配合政府的一个发展嘛 可是关我们国防部 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资通电 我们自己有预期的一个目标嘛 否则我们怎么去编列预算 那我们人力的部分 还有我们资通电能力的部分 那到底哪一块我们明年预期的效果是如何 各位委员报告这个效果的目标 我们是主要是以防卫我们自己 我们有效的能够维护我们资讯安全为主要的目标 那这些的预算编配这些的预算编列 都是来达成这个目标为主 所以我们也是逐次逐步的审慎规划来执行 现在目前都在在推动跟在整合中报告 所以明年如果我们真正进行到第四军种 我们包括预算的执行之后 我们所做的一个资讯安全的防护 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现在我们知道是随时都有被做这样的侵略动作啊 可是当我们第四军种真正去落实的话 这些就可以防堵了吗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真正在做治安防护的工作来讲 防护比攻击要非常困难的多 但是我们足迹层层的防护加强 来维护整体的治安防护 报告完毕 所以明年我们执行之后 我们可以达到几person的一个防护效果 我们会积极的提升我们的资安防护的战力 以上 其实副参谋总长 其实说真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成果 是 我了解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预算执行之后 我们期待明年达到多少的一个资安防护 是 到后年达到多少的资安防护 但不可能让你们说一下子马上 完全我像铜墙铁壁进不来 那是不可能的 是 我跟你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军的系统里面 事实上我们比较在国际的这些国家里面 是算一个蛮好的系统 我们是分这个独立开来 独立开来和实体的隔离 然后我 但是我们还是怕中间 人家这个我们内部的官兵里面 会有这个漏洞 所以这次我们自己攻击自己 自己我们办攻击军 网路的攻击 我们又发现 如果说有官兵发现这个 我们怎么样预警 一收到怎么样阻截 这次我们做的效果是不错 但是我们发现还有补强的地方 所以说刚才我们助理资产队长 在明年 要把这些做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否则资讯战如果说被攻破了 其实什么都是空的 所以这个部分麻烦辛苦一点 谢谢 谢谢委员 请蔡思英委员 主席能不能请我们次长上台 请次长 许市长 应该 赤长就可以了 赤长就可以了 先问一下赤长应该知道 委员好 赤长我想先 请您上台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关于这个基隆舰 这应该不是参谋长管的 这应该是我们维修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次长 这个案子你们有了解整个状况了没有 好 也关于基隆舰维修社最近新闻来到 我想这个海军 这个案子是由海军在承办 好 我请海军参谋长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委员找 我海军参谋长没加速 那有关这个弊案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大概跟委员报告 我们大概区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您投影片上面 所谓基隆极舰的 它的维修入屋 因为现在我们就当时的时空背景的时候 我们国内也只有中船 它能够提供我们基隆极舰它足够的吃水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跟 以外包的方式 尾商的方式 来执行我们的屋修的工程 在这个工程的进行的过程里面 然后因为是我们首次来执行 基隆极舰的入屋的一个维修的工程 所以说那个时间点 所产生的 所谓有福报的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所谓的福报 应该是 因为现在已经是在所谓的 司法的调查的这个中间 所以相关的内容 因为有这样子 在检调人在调查 我问你几个问题 参谋长我想请教你 这个案子是你们主动发掘 还是检调发掘的 呃 这个是那个检调主动的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海军都不知道 是被搜索 扣扣扣敲门进去搜索 你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是的 那他搜约谈二十几个 军方的军官有没有被约谈的 军方的军官有被约谈的 军方的军官有被约谈的 最高层级到谁 最高的层级是已经退役的 我们的原来的左支部的指挥官 左支部指挥官 那现任的有没有被约谈 现任的有被约谈 现任的指挥官是上校指挥官 现任的没有被约谈 现任的没有被约谈 现任的没有 有在这个承办案子里面的有部分的军官 是 那你们自己军方自己内部 会不会针对这事情展开调查 已经调查了 从他案子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行政调查已经要同步的进行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调查结果出来 报委员 我们大概在这一两天 就会有基本的资料 那你到时候再向我们本委会委员 再说明整个过去的状况 是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个其实是一个军方 又是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丢脸的一个事情 有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要确认说 到底是包商之间的问题而已 还是也有军官涉案在里面 这个非常要想查清楚 是 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个云报假车 我跟我们这个 罗智政罗委员 王定王委员 蔡宇蔡委员有讲 这个案子 好像还没有听到你们的结论 这是陆军的嘛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那天我们开完这个记者会之后 军方现在怎么处理 跟委员报告 针对这个云报假 动力夹 动力底盘的这个系统 相关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我们非常忠实 非常忠实 不只是我们部列 还召集相关单位 那告诉我现在结论怎么样 那现在来讲 第一个我们昨天 前天已经到了 军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去 针对相关疏失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如何做相关的处理 现在目前来我们已经有个复案 那针对这个状况 那你跟我讲简单说明一下 你们的复案是什么 第一个 针对它的维持部分 是不是涉及到庭权 解约或是中止条约 或相关罚款部分 我们这边来讲 针对相关的这些执行状况 我们会做个相关的这些建议 那这些建议以后 送到前任工程委员委员 合定完以后 我们去针对这个 针对相关的办法 我们来做相关的处理 所以你们到现在就是 还没有办法出来吗 办法已经有复案了 我也复案了 但是这个案子已经发生多久了 搞了一年多了 但是整个事情因为在 我想还是确认几个东西 当天我们在几个委员在咨询 这个官司打很久了 到底它里面有没有用中国货 跟委员报告 就整个调查出来 它里面有三项 是属于中国制的 中国制的嘛 对嘛 那我就很简单的问一下 市长就你的了解 我们只会 高阶主官都在这里 云豹甲车的这个案子里面 有规定可以用中国货 或者分包可以用中国货吗 在整个采购调业里面 我们这里面有要求 没有要求 还是有要求 有要求 不行用中国货嘛 但是整个在我们当初的 好 那我就很简单的问题 所以它 不能用中国货 而它的云豹甲车里面 确实是有中国货 没错嘛 目前来讲 这如此嘛 那这些中国货 你是 怎么处理 是换掉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后续我们会要求 所以你现在告诉我 我现在就不了解 搞了一年多了 还在要求 我就说 这些中国货的产品 在云豹甲车里面嘛 对不对 我刚刚先问了次长 我们的合约里面 或者我们军方 同不同意有 中国制的产品 放在云豹甲车里面 刚才您说不可以嘛 那不可以的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次长 跟我们陆军的相关的长官 不能的结果下一个阶段是 产品要更新呢 还是现状验收呢 还是怎么样 产品后续我们要求做更新 更新嘛 好那我现在问你 现在有多少台车的云豹甲车 有中国制的产品 好这点 再点我请这个 我们这个夜馆跟说明一下 是 委员好 我是军备局 郭婉族处长 那么刚委员的话 所提到的话 目前的话 在我们的101年的合约里面的话 确实是金融大陆产品 所以的话 目前的话 按照起诉书 上面讲的话 直接告诉我 现在有多少台云豹甲车 用了中国制的产品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现在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话 大概有200多辆 200多辆 200多是201还是299 不然我们有299辆 299辆 的云豹装甲车 都有用中国制的产品 是不是 目前按照起诉书上面写的话 你自己不知道 你要看起诉书 没有 因为起诉书 因为起诉书上面写的话 目前这个东西是 那个是离世 是用大陆产品 但是因为它的后续 所以到现在你们还不能确认 到底有没有用 但是如果今天 如果发生了 真的是 确定是 已经是这个大陆产品的话 我想问一下 我会用三年的时间 来做更换 101年的采购案 对不对 今年是几年 今年的话 105年 中间差了4年 4年我只问你每个问题 这个云豹甲车 有没有中国制的产品 你告诉我 还在查当中 不是 我想说一下 你这样问 你光这样的回答 大家听了就听不下去了 如果我现在问的时候 你确定有 那当然就是列我的更换时间表出来 是 我们已经更换时间表都已经确认了 所以就是要换掉 所以中心电公司加公司 在国王部未来 是不是列为拒绝厂商了 对 我们会停权 把它停权 好 OK 这个我想确认一下 所以299台 全部都有中国制的产品 在那边就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没错 OK 好OK 再接下来 两位请回 汉光演习的部分 你们的报告里面 这可能要问一下副参谋长了 不好意思 那个次长就休息 不好意思 副参谋长 来 副总长 来 副总长 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里面写的演习 1072项 达成率8成 对不对 好那有未达成率 就是2成嘛 对不对 也不是完全未达成 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天后 不然你为什么想达成率8成 所以未达成率不就2成 大概差不多 没错吧对不对 好那未达成率2成里面 请您简单说一下 哪几项重要的 这个演见科目里面啊 你们觉得未达成 那你们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未来列为优先要检讨 或者是第二次再实作的 因为这个天后的影响 有些像这个对抗 对抗的项目里面 他没有办法执行 比方说这个海空联合的对抗 那飞机没办法到位 像这个我们 我们都会在其他演讯里面 你们来要求 把他补起来就对了 把他补起来 那这个我意思说 这个两层没有达到没有 哪几项你们认为最重要的 你们列为优先 要把他再重新训练的 或者重新演练的 有没有 其实我们 那都是不是主要的 大部分的 我们主要的 都达到目标了 所以就是那两层 那两层就 副副参謀总长 您看是 基本上是还好 不会影响到整体的 战备状况就对了 OK好 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下一页啊 就是上次我讲的这个 CM11这个 战车台湾的议题 我有向贵部 国防部 要一份资料 什么资料呢 就是了解一下 目前国军的装备的 使用的这个年限 了解什么时间 那我想问一下 副参谋总长 这是陆军的部分 所以请我们陆军的参谋长也一起 这个坦克 CM11这个坦克有没有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两位 就是说 他是什么时候服役的 要不要先打这个 什么时候服役的 CM11这项坦克 这个服役的确实的时间 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我记得好像是民国七十几年 八十年就开始服役了 八十年进来 八十三年 八十一年进来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嘛 所以现在已经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二十年 我还是想问一下 CM11是不是达到 需要泰除的一个时间 还是你们认为它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做性能提升 跟一些 我们在一百 九十九年开始 已经做过一次性能提升 所以它的这个服役年限 现在还没到 还没到 它什么时候才到 知道吗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就在利用这段时间 我为什么这样问 川普长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陆军的这个战车啊 出事率还蛮高的 近期有一两件状况 一两件而已吗 我记得的 我光这样想一下 坦克翻覆的就好几件了 不是吗 然后好像每一次讲的理由 都有点像 都是什么什么 引擎控制出问题啦 等等的 不是吗 公委员报告 这次的那个 在三军联系基地 我们经过中科院 跟部外的一些 专门的一些 调查小组啊 这一次 站车是没有 原则上不是 目前查证 不是站车的 这个 站车没问题 所以这一次翻覆的 那这样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已经查完了 查完结论是怎么样 是人员疏失 是不是人员疏失 你刚才讲 机器没问题 就是人员疏失 他后续还要看 是不是速度 或转弯的角度 所以人员疏失 就是人员训练 或者操作不当嘛 两种嘛 一种是机器的问题嘛 一个就是人员操作的问题嘛 那你们的中科院的 把这个站车 调回去研究了之后 发现 站车本身没问题 是不是 是中科院 这次是检方 检方 你们自己也没看吗 就等检 我的意思说你们检查的结果 认不认同检方的这样的说明 就是说 站车的翻覆 因为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站车的翻覆 站车本身性能没有问题 目前 操碰也没问题 他的报告出来 确认没问题 确认没问题 那就是人员疏失 方向盘跟他的 所以就是人员疏失 训练上的疏失 不熟悉 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 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嘛 就人员训练的问题嘛 这一部分还要看 这个很重要喔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本来以为 认为是你们的设备老旧 跟人员训练是两回事 法院现在 他现在在做人员这方面的调查 那我是说 你们自己也认定 最后的结果 你们也认定这个设备是没问题的 就对了 装备是没问题 装备也没问题 是人员的 OK好 是的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第四军总的部分 这是你们这一次的报告 我想主席的要求是说 汉光演习以及第四军总参与成果 结果你们第四军总写的 写这样子而已 其实蛮少的啦 我替主席骂你们一下 这实在不行 非常不尊重我们主席 内容写太少了 好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不知道喔 重点是这个度 来 这个应该问次长还是要问岑波总统 我想 这个是我们国防部的主制图里面 这里面缺了哪几个单位啊 这是你们给我们立法院的报告书里面 缺了哪几个单位 那看得出来吗 我简单跟你说好了啦 不然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主席 再一分钟就好 我看到没有这个 国防部情报局没有放进去啦 可能机密预算的关系 还有一个电展室啦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第四军总 第四军总的全名叫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叫 我们正式的名称叫什么 跟蔡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既有基础 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有一个军总 叫资电 这个我们有一个指挥部 资电作战指挥部 资电作战指挥部 对 指挥部 它的位阶方案哪里的啊 现在位阶是在我们参谋本部下面的指数单位 参谋本部下面的指数单位 就是参谋本部下面的指数单位 我们现在既有这个单位 好 那我们未来要 遂行这个所谓的第四军总 希望一直有讲说 希望他位阶来提升 或是做什么嘛 对不对 那目前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方案确定了没有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是会 国防部会在政府的指导之下 来持续的推动 那国防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觉得不需要 我们也是依照政府的指导 你们现在资电指挥部 预估未来要到六千人嘛 对不对 我们会照 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具体 在整合盛密的规划当中 然后也是依照政府的指导 来做整合 这样计划 讲得太笼统了 之前就已经 你们之前的报告就已经讲说 要规模六千人 除非今天又没有 所以我说有还没有 这个是有没有在规划 这只是一个 这个计划上的 两个数量 我们还在审设的 我意思是说 你们规划如果是六千人的话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要把它拉到军事机关 或军事机构那边 把它升等 这跟委员报告 这个目前研讨中 所以说 还不确定 那我是给你们建议 因为你们现在有电讯室 还有资电作战指挥部 那到时候你的人员 编制这么多 我会建议你们直接就把它成立 我们就之前讲的 看是在放在军事机关 或军事机构那个栏位 把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势军种 那两个当然我是建议可以合并 那当然我之前询问过你们 你们有告诉我说 一个是收集资讯 一个是攻击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还是可以合在一起 你们可以列入考虑 是 那我想确认一下 这样的一个 你们讲的神秘的规划 什么时候可以规划出来 刚才这个助理次长 也跟委员报告过 因为这个牵涉到有其他部会 不只是我们单一单位 我们单一单位 你们要成立 我们已经成立了 对 成立了一个特别的编组 而且 你们里面不是还有讲到那个吗 我看到你们的啊 说未来还要把那个 那个文职人员都纳入 你们不就再这样规划 所以这都是水光部里面 国安部一直在做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讲的是国安部内部的事情啊 你们未来把人数增加到这么多 也拼了许多的文职人员之后 我的建议是说 你就应该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 那独立的军种里面 你们甚至可以把电讯发展室都合并 我刚刚讲的前一页 我刚刚看到了 你们 宪兵指挥部 后备指挥部 这也就是指挥部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你把它放成一个 自电指挥部 放到这里来 或者是司令部也可以啊 因为你们的人数 6000多个再加加 人数是非常的多啊 那就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军种 而且事实上 世界上许多国家 也都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委员已经 我的意思是说 像美国还 美国不是也在弄吗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可以考虑再这样用 那我是说哪杯走 赶快想好赶快做 不要拖拖拉拉的 一做又是四年八年这样拖 一直都没有进度 是 是 请江启臣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主席邀请两位长官 我们的 请 我们的次长跟副总长 副总长 好 两位长官好 来 我先请教一下 两位啊 我们今年的 原本规划10月3号到7号 是不是有 这一个飞弹的试射 是的 那后来我们有试射 有 有是不是 所以没有喊咖的情况 事实上不是只有10月3号 我们这个 今年规划事实上是两次 前面有做 大概因为台风啊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做 是哪些飞弹的试射 我们飞弹非常多 包括空射的 这个 包括有这个 陆上的 有的海军的海上的 包括爱国者3号 很多 海国者3号 天宫 这些都有吧 上百枚飞弹 上百枚飞弹 试射状况怎么样 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只是说有些受到台风天候影响啊 数量上没有我们预期的这么多 所以数量上没有预期的这么多 台风还有其他因素 那你说一年 一年例行都有两次的飞弹试射 我们目前都是这样安排 那这飞弹试射目前都是落在东岸 现在飞弹试射在能够试射的这个海空域里面是非常有限 目前都是在这个东岸 那你对这些性能都满意吗 都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达到目标 我想请教一下 南海仲裁案之后啊 我们在 本委员会啊 我们在7月13号如果没有记错 我们有曾经提出临时提案 要求国防部去评估 陆战队重新回访太平岛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对不对 你们知道吗 是 我了解 你们有评估吗 联赛礼拜结果 有没有 包委员 我是联赛市长 这个我们已经在评估了 大概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提出来 所以还没有评估完是不是 已经评估了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提出来 下礼拜会提出来 会跟委员会来做报告 在委员要求的期限之内 我们会提前完成 那为什么你们会给我一个回函 是已经感觉上告诉我结果了 这个是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回函 这是9月9号 9月9号给我的一个回函 针对我们的临时提案的回函 你知道吗 我们是先初步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 我们朝这几个面向去做 可是你们回函已经几乎是给我答案 第一个 这个回函说 现在驻守太平岛的海巡官兵 均由陆战队完成专精代训 无论在战备执行火炮射击 战斗技能及后勤围保等 战备整备工作均与具备等同陆战队坚强战力 可确保太平岛的国土安全 第二个 国军尊政府南海政策指导 以完备各项规划 这是你们给我的公文 这个应该 这个是评估的结果吗 报告委员 这个跟评估报告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当初是 那为什么会给我这个结果 因为 当初是 因为这个结果就是告诉我说 不用啊 现在海巡就可以取代陆战队 目前是OK 所以不需要 报告委员 我们的详细报告 我们下礼拜会送给您 那结果是 里面我们会 你们现在的结果 结果出来了没 我们会针对各种面向来做报告 对 那结论呢 结论现在知道了没 还是不知道 结论我们 等下礼拜我们会跟委员做 不能讲是不是 是涉及到机密吗 还没 因为 我们还没跟相关的长官 如果啊 如果这个是你们要交来的一个 研究结果的话 那我可以跟你讲 不用交来 退回去 为什么 这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请你去研究去分析 结果你给我 报委员您放心 不到十行字就结束了 报委员您放心 你们会做很详细的评估 跟您报告 因为我们是叫你要去做研究评估 不是叫你做现况报告 是 报委员我们针对各种面向 这个是现况报告 这不是研究 是 是 另外啊 我在这边具体建议 因为蔡总统在7月的时候 他针对太平岛 他还提出具体做法 有五项 你们知道吗 是 哪五项 你不要拿我告诉你 第一个捍卫于权 多边协商 科学合作 鼓励海洋 这个海洋研究 同时呢 也请外交部相关国际组织合作 来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 跟运捕基地 对不对 这是总统指示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作为 所以我要在这边具体提出来 太平岛啊 曾经在过去啊 就有 就有准备要做为什么 这一个渔民的服务中心 渔业的工作站 那我觉得 这刚好是一个时机啊 要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 在太平岛上面来成立渔民服务站 还有渔业工作站嘛 那因为 现在太平岛它属于军事管制区 是你国防部在管制的 报告委员 这个太平岛的渔民服务站 现在就有了 现在就有 高雄市政府 本来就在那边设立的渔民服务站 那那个服务站 目前有在方巡吗 有有 那为什么渔民要去的时候 报告委员 上次渔民是没有 他们没有提出 他们没有提出申请 他们没有 他们不是提出渔民的服务 他们没有提出渔民服务 好 那当初为什么你们不告诉他 你们去提出渔民服务就好了 因为 如果是一个渔民服务站 你应该主动提供大家说 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服务啊 你们要来我们很欢迎啊 对不对 那怎么会政府百般刁难说 你不要来 你来我还要给你撤照 还要罚款 那渔月署在干嘛的 对不对 那你们是国防部啊 你们搬出国防的管制命令出来 你们不是站在服务渔民的角度 对不对 所以 你如果说现在高雄市政府在那边有设 有设渔民工作 你服务站是不是 有没有设 有 到底有没有设 有设 是 我可以确认有设 确定喔 确定 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 是他有设 罗志政委也有去啊 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 那里有渔民工作站啊 不不不 包括他有设 我们了解是他有设 还是说只是设假的 我现在要求的是一个实质的 可以有功能的 可以提供服务的 一个服务站 跟渔业的工作站 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保 因为这不是我业 我知道 但是 确实有设 那个 次长 我跟你讲 基本上 我们只要确认说 国防部在这方面 你们 不会违反你们相关的 国防的限制 就好了 好 那其他设的可能是渔月署的事 可能是市政府的事 我只要确认这件事情 那你刚刚讲说已经有设的 那OK 那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求 渔月署跟市政府 如何在功能上面去强化 因为其实 渔民也不知道啊 如果渔民知道的话 我相信他们就会针对 渔月服务站提出说 我要服务的需求啊 对不对 那问题 我们的渔月署自己跳出来说 不行啦 你不能去啊 你这样子的是違反渔月法啊 不是吗 所以你刚刚讲说有设 我们会去查 我们据所了解的是 高雄市政府所管辖 他那边有个移民 如果你没有相关资料 你也给我 哪时候开始设的 服务了什么案件 做了什么事 派了什么人在那里 还是说挂了一个牌而已 根本没有人 不要每次都做那种 那个表面工作啦 好不好 所以这个我提出来 第一个需求啦 另外 这也是老百姓的需求 我知道 国军的 平常的 这些演训啊 都很辛苦 那遇到演习更是辛苦 但是这中间呢 燃免会有一些 扰民的事情会发生啦 我给你听一个这个录影带 好 有没有声音 这边 这边这个没有声音吗 声音这边有没有 好 你看到这是你们的直升机啊 对不对 你应该知道我要 我要告诉你什么 这个是已经把窗户关起来 然后小学生还要捂着耳朵 他没办法上课啊 他没办法上课啊 这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的选区在哪里 好 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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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远就可以听得到啦 因为我其实我常常也听到 然後你們一次飛過去其實都好多 而且那個有時候晚上也在飛 那為什麼沒辦法趕上 其實你們要飛 當地的居民其實都可以體諒 因為這是基於國家安全 基於國防的需求 你不可能不訓練 可是我必須要要求國防部的是 這樣子造成的一些擾民 特別是學校 你們要優先處理 民宅當然也有需求 但是學校跟民宅的優先次序上面 你們要做一個判斷 然後因為它如果照 你們的騎乘要提出 比如說空調跟氣密窗的需求的時候 你搞不好要提到兩三年後 那這些小孩子要上課怎麼辦 他沒辦法上課 因為你遠訓的時間 你不可能避開他上課時間 不可能 天氣好你們就要飛了 對不對 有時候夜間飛行也要飛 那你說怎麼辦 能不能優先來處理 否則每次都是要用排隊的 你們其實很被動很消極 你們就是靠公所提計畫上來 你們才去處理 但是你們應該主動發覺 你們所構成的影響是對誰影響最大 公共性上面 對誰造成的影響最大 優先處理這個 或者如果說現有的經費不足 光布你們應該額外在編 專案的經費 它不是在 不是在每年例行的經費裡面 用專案來處理 比如說這種學校的 你就應該用專案去處理 不要把它跟民宅的混在一起 否則就會造成 學校跟民宅在搶資源 然後最後又 你又讓什麼 地方上自己打成一片 這樣很不好 報言 那個我們 那個照應補助的規定 優先到學校跟圖書館跟醫院 然後其實才是民宅 好問題來了 他優先他要排兩三年 優先要排兩三年 那這樣是經費不夠 還是因為你優先上面有問題 還是因為地方上面 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你們沒有去做協調 他是公所跟區公所 他們要去主導這個 OK 你談到這個問題 這是錯的 不應該是公所去主導 你們造成的問題 怎麼可以丟給公所去主導呢 你造成的問題 你要負責任 公所跟地方單位 只是幫你收集 幫你做程序上面 的資料的填報 你不是說 我把問題全部丟給地方公所 讓他們去主導 那糟糕了 我跟你講 那就糟糕了 為什麼 你最後會造成說 真正該補助的 該處理的 他不見得處理 因為由公所去處理 這了解 你懂我意思嗎 你們是造成問題的單位 自己要跳下來主導問題的解決才對嘛 是 否則最後 這個問題還是回到你身上 人家不會說那是公所的問題 那是國防部啊 飛在天上的飛機是你國防部的啊 我們要參考試 好不好 市長 我要求這個一個月內解決 否則這些學生怎麼上課 都不要上了嘛 他每次都要等你的飛機飛過去 然後開始講課 講一講又飛過來 又停 謝謝委員 下次我們會 而且啊 窗戶密閉起來 是很熱的耶 謝謝委員 是很熱的耶 是很熱的耶 有人的意見 我們會帶過去好不好 針對照應方式相關處理規定 我們帶來 你如果想要體會 不然下次叫職人機飛來 立法院飛看看 我看你會怎麼開 謝謝委員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請呂禮委員 請次長跟副總長 好 請兩位長官 趙偉好 好 趙偉好 剛剛 江委員所講的 地點應該就是六棟邀啦 六棟邀 六棟邀 六棟邀就在那個附近 這個航線 剛好在我的選區我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敦慶慕林 這個噪音防治的這個經費 都有 但是 問題不是國防部啊 給錢了事啊 執行的情形你們完全不知道 這個延宕幾年都沒有給下去喔 都沒有執行喔 我還特別的請你們去 噪音去那邊測量 結果 你們 才說排下去明年再給 這個就是我們國防部做事情啦 執行力的問題 真的是很會花錢 所以我今天 特別也是要針對這個 我們第四軍種 這第四軍種叫做網軍啊 這網軍我們怎麼說 剛剛有委員說 你們很多的都不能說 這個是你們都說 只能做 不能說 不是不能說欸 這 不好意思說啦 因為你們也在燒錢 也在花錢 這個網軍 你們 用了 為了是 應付 蔡英文 總統 的白皮書上 所謂要成立 第四軍種 去交差 交差表事情 而已 你看到你們成立的 這多久了 這幾個月來 這四個月來 你們做了哪些事 你們去招生 怎麼招生 民間的高手去招生 結果跑去哪裡 跑去了科技部去找人 拜託給我幾個名單 我來找 電話就打去喔 欸欸欸 你可不可以 來我這邊上課啊 找來了二十一個人 上兩天課 把一些 教他們來給你上課 來 高手來給我們的 國防部 來 上課 啊你們國防部 就來當老師 這樣子上課 第三天 就結束了 三天欸 就結束了 回去各自的單位 就是花錢 有私自的效益嗎 做得起來嗎 我現在先問副總長 你說做得起來嗎 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事實上網路 這個安全的部分 我們國防部非常重視 所以說這麼多年來 其實發生的 發生的問題是 比較性的 是還比較少一點 如果您確實了解 我們很多都是已經是高手了 但是我們希望 再找高手 可是高手來給你 來訓練 你跟他上課 你上什麼課 你這個作戰的技術 實際上就是 進入實體作業 網頁的製幻 或釣魚的郵件 這個中學的電腦課程 都已經交了 還來上課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請 朱立市長他對這個內容 詳細理論他非常清楚 委員好 我是通知室朱立市長 再次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針對我們在漢光演習 針對叫科技動員 動員這個名單其實是有 我們有相關的這個專業名單裡面 來取得這個專業名單 這個名單來動員這些相關人員 那邊在這個在站立動員的時候 在暫時動員的時候 進入到我們的組織裡面 我現在是問你 國防部 你們找來的民間高手 為什麼在科技部裡面 就在找人 這是動員的 不是去找人 我現在問你這個問題 我們有建制名單 你有沒有聽懂我的問題 這是一個建制名單的裡面 來選擇這個 在這個動員這些名單來參與這個 因為這是暫時的科技動員 這是在在作戰的時候 這些人 都應該要納到國防部的體系裡面 所以你這樣的招生方式 這不是招生 就像補習班在招生啊 你自己去找這些高手來 謝謝委員長 那謝謝那巨匠幫 你就像巨匠在招生一樣 這是動員的 這是動員的 我們依照動員法令的來執行 我們也經過成河 報行政院來 來核定這個名單的來執行的 所以從原來的 本來我們就這個 資電部就有差不多2400人去 但是你為了第四軍種的網軍 要擴編到6000人 這個這樣子你們的招生 你們這樣子的做法 真的是沒效力 沒辦法 沒方法 這樣子做下去的話 根本到時候 我看這些招過來的人 通通都要猜測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求著 副總長 要跟部長講 次長 不能做 就不要做 不要浪費公堂 要有正確的修正 跟蔡總統講 好不好 是 接下來 就是我們的戰車翻覆的事情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戰車老舊 結果你們說不是老舊 是人員技術的問題 現在戰車總共有多少台 總共有多少台 1100 你有數字嗎 1100 1100多快1200台 對不對 剛剛特別講到雲爆 雲爆將近有300台 雲爆是 對雲爆是輪行的假車 所以 戰車老坦克 這老舊問題 總講 你是陸軍的 你要為陸軍爭取 海空都有提出來 他們要 國機國造 潛艦國造 陸軍呢 老坦克 要太舊換新 結果 一提出計劃 海空 馬上就反對 那你們呢 你們看你們自製的操演 這個 戰車翻覆的情形 花掉多少錢啊 這個 戰車翻覆 花掉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 現在我們的戰車的方向啊 這也在請中科院在研發 這個國造 如果可以可以研發 但是這個過程還要一段時間 你們是有提出來啦 可是提出來又被否決掉啦 沒有現在 你是不敢講是嗎 有有有都核定了 核定了 中科院現在已經在研發 研究 這個要一段時間 用什麼 用什麼佔型的去升級 是重新做新的 還是升級而已 我們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自己研發 第二個還是要在國外 我們還有一部分要在國外要採購 那這部分也都在進行 也都批示了 第三個部分 可能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 像它的這個這個這個一些動力性能啊 各方面動力性能提升 我們現在108輛 因為這在做在做這一部分的 可是在這個提升啊 據我們的資料看到 我們陸軍司令邱國鎮有請我們陸軍計劃 嚴臨的現役的喔 現役的喔 M60A3的這個戰車性能提升 結果一訪價要450億美金 這個比二手的300億美金還要貴 所以這個計劃就沒下文啦 沒有下文了 所以其實本席是要說喔 陸海公的軍力通通要到位 並不是說現在把國防自主下去 就先要做海空 因為你們提出陸軍提出來的聲音 都被這些將領所反對 他們說沒有空軍的優勢 戰車形同火把 沒有海軍的控制 敵人將無法輕易登陸 就這些都是否定到陸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陸軍這一次 這一次喔 特別是戰車翻覆 就花了1.5億 還有 戰車翻覆 花了1.5億 結果我們又因為 這個跟南陵工程公司解約 這個跟南陵工程公司解約 結果在8月17號 敗訴要罰3千6百萬 冯部長上任四個月 這個浪費公堂了2億 平均一個月5千萬 所以這個點點滴滴啊 就要請各位啊 通通上井發條 好好的來用這個錢 不管是你敦青木林 不管是國際國造 還是我們的所有的裝備 還有所有的發包工程 都很重要 你知道這個工程嗎 你為什麼解約 解約還敗訴 這個南陵工程公司的解約 是為了 左營撤銷 持戰的裝備 撤個敗訴耶 所以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防部啊 真的好好做事情 尤其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飛彈的超野試射 突然間喊停了 你們有沒有接到消息啊 凌晨4、5點的時候 突然間喊停了 在東部的海域裡面 聽說是出現了中共的海警船 我們要試射的是 愛國者號跟天公飛彈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中共的海警船 這個是他們既定的任務型 還是突然出現的 他們出現多久了 首先跟委員報告 不是今天早上 那什麼時間 是昨天 我個人就在試射場 那是情形你知道了 了解了嗎 有掌握這狀況嗎 非常了解 那你說一下 因為就是我們的 雷達站掌握我們 台灣海域的目標非常清楚 很早就掌握到 掌握到以後我們 事實上早就有一個 標準的作業程序 然後在不管任何 國家的這個基建 對我們射擊這個武器系統 可能徵收到我們參數的時候 我們會停止射擊 所以我們昨天早上 能夠打的我們都打了 除了這個比較機敏的資料 我們怕被徵收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 請他們按照標準 所以你有確定 是昨天的事情 你已經有去問過了解了 這個是中共的海警船嗎 它是例行的任務嗎 還是針對我們這次的操演設計 它來探視 這個不是例行性 不是 所以是針對性的 我們認為在我們演習時間 出現在這個不應該出現的海域 應該是 這是針對性的 所以 副總長 這個針對性的 讓我們很多的 預定要操演的場地 也都是很固定的 這個情形發生 現在兩岸關係 這麼緊繃斷線的情形 對我們這樣的對視 我們這樣子操演 我們這樣的設計 你準備怎麼辦 我們唯一能夠做 飛彈施設 就一個地方 所以以後演習 全部取消 不是取消 就是說我們 那人家就是針對性的 因為你要演習 你必須要有一個 足夠大的海空域 這個海空域運用的時候 必須要向國際公告 要不然民航機 還有一些商船經過 你一公告他就來了 一公告來 我們有些可以做 像我們今年做的 雖然是這部分 打的這部分沒做到 但是我們從開始他都整備 人員的訓練 裝備的檢查 到我們指管的機制 從不指管 就是他最後一階段沒打 但是訓練的目標 我們評估 還是達到相當一個程度 那其他的飛彈 我們大部分都能打 都打了 事實上達到我們的 這個預期的目標了 並不是像這個 這個人家一來 我們就不打 我們是會評估 我們有很多單位評估 還有徵收反制的這個功能 所以特別跟委員報告 委員您放心 我們的訓練是不會停止的 所以你不會因為他的針對性的 來這邊跟你尋 你就會取消這個演習 我們會評估 設計的演習 是是是 可是我們這樣子 被他去盯著這樣子看 那對我們的軍力各方面 我們有沒有什麼應變的方式 就讓他看嗎 針對性的這樣 我們有我們的 沒有防疫的方式 我們有我們的手段 但是有些 不是說 你可以百分之百防盜的 有疑慮的我們就會 會限制我們 疑慮你就取消了 我們就會限制 找時間再做 所以這個我們的地點是固定 那你一有餘力 他到時候又派什麼 那個船隻過來的時候 你們就緊張了 又取消了 那我們根本就沒辦法 操練到我們的軍種 對不對 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目標是達到的 我們今年 所有的要訓練的目標 所以要特別加強 注意這方面 委員的叮嚀我們會注意 好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林床佐委員 請補上將 中長 林委員早 你好 那我想在過去這段期間的幾份 國防部的報告 大概比較都是針對執行面的一些工作 那還有包括一些採購啊 包括這個演習的規劃 還有成果 那我想 其實過去幾年來啦 長期 我們現在比較難看到整個 我們在這一個軍隊上面的 這個部署的這個策略 我記得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還可以看到政府去提說 這個整個部署 或是說我們軍隊的這個 整軍的策略是境外決戰 或是說有效嚇阻 積極固守 因為不一樣的這個戰略的規劃 他可能會牽涉到這個武器的採買 我們軍力的部署 然後還有我們怎麼樣去 在演習上面的這個判斷 所以我想除了執行面的這個工作以外 我比較關心的是 那我們目前戰略目標指導方向是什麼 那我想是不是藉這個機會 請補上將也是可以跟我們這個社會大眾 那包括很多的人民能夠解釋一下 在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的這個目標 是我想這個委員非常清楚 我們還是防衛固守有效嚇阻 是我們國家的戰略目標 但是總統已經要求了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國家軍事戰略這方面的演習 在今年底大概會有一個出稿出來 在積極的進行中 所以到明年你會很清楚了解我們的國家軍事戰略 會有一個比較清楚 明年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圖像 因為我想在這個整個這個演習的這個 相關的規劃跟判斷上面 看起來似乎還是說當他 我們的判斷是當這個敵人在這個已經要登陸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聚集我們的軍力 在那邊跟他們是對抗性的這個作戰 但是我想就如同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對稱的這個戰爭 那如果我們完全是聚焦在一個這個 軍力上面規模的這個對抗的話 那後面 會 如果在這個對抗上面我們沒有這個 有效的這個阻斷 他們的這個登陸的話 我想 應該還要再去思考更多這個背後 接著的彈性的做法 包括有一些民間專家指出的一些 包括這個野戰防空的這個保留 軍力的這個保留 或者說機動轉移的這個部署 在這一塊是不是可以請這個上將也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在這一個部分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規劃 是 事實上我們在漢官演習的使兵上面 就是按照這個在做訓練 我們是帶著敵情在練兵 所以從這個海峽的間爭 一直到我們的聯合的結局 聯合結局就不在台岸了 已經拉到比較遠的距離 然後一直到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博地在到台岸 他是層層攔截的一直做過來的 所以說我們的兵力也是一樣 有的在 有的獄警的情質以後 部隊都在激動 不管山軍裡面都在激動 不會再停在原位 所以這個是 我們海光演習剛才 我們作戰計畫次長已經報了 報了滿多的這些方面 事實上都是針對這方面在做 我想你講的還是在整個演習的這個規模的這個範圍 那我想比較想知道的是說 那如果在這個演習的這個之後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有效的這個嚇阻之後 因為我們看起來 演習似乎都是按照我們想定的這個狀況在發生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的反應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這個民間專家可能會給的建議跟擔心的事情是 我們在如果前面的判斷跟我們的這個想像沒有這個能夠符合的話 後面我們有沒有什麼樣子 包括這個保留的這個軍力可以做後面彈性長時間的 跟這個敵軍的這一些作戰 您知道就是我 我剛才講在重城的攔截的作戰中間 雙方面都會有戰損 對 戰損到最後到接近這個這個我們國土防禦的時候 國土防禦當然是所有剩餘的必定要結合在國土防禦一次 包括我們軍民的力量 全部要在這邊用上來做我們的國家的防衛 這個部分我相信有一些太細節的部分 因為我記得我在去看那個去考察的時候 有一些部分大概也不適合直接公開這樣討論 但是我想委會希望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一份報告 我們會怎麼樣去預留這些軍力在後面做比較長期的這個保存 我們自己實力的保存 因為我們在兩邊敵軍 他已經進入這10公里的這個雪碎裡面 而我們還有很充分的軍力可以在兩邊夾擊他 那在這個讓他這個像是懵中作別一樣 把他全部都殲滅 像這樣子的實質意義 這是讓我們在了解這個演習的過程的時候會有一點疑慮的啦 如果他今天已經上南洋平原 然後他進入這個台北盆地的方式是走這個雪碎的話 那我想很多事情應該都已經發生了 然後我們還有沒有有效的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樣問的原因也是因為 如果真的已經發生到這麼 他都已經都上到南洋平原了的話 我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兵力 那他去做這個很多的反應 可能不是直接可以做這個阻斷 所以關於這一塊 我還是會希望可以看到後面我們這個軍力的這個部署 希望我們到時候請夜館我們作戰次長到時候可以到委員辦公室跟委員做一個比較詳盡的這個報告 好的 因為也不只是整個演習的內容啦 比較是這個後面我們到底是怎麼留下足夠的兵力來繼續那個 那再來就是我想了解的是像中國近年來積極發展的這個反區域介入 我想這個應該是大家也都很關注的事情 也不只台灣關注啦 周邊的國家也都很關注 那希望可以在他們的這個目標是要在暫時可以防止其他區域兵力的介入跟投射嘛 那包括像美國跟日本的資源 那我們國軍自己在這個部分的這個策略是什麼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反介入這個拒指的這個它的操演的方式跟地點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地點裡面我們也做了很多的戰場的經營 在這邊做訓練也是我們這個訓練的重點之一 那我相信這一塊應該也不只是我們自己要訓練嘛 我們跟我們周邊的其他鄰國的這個更加強跟他們的合作應該是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它要反介入我們當然就是希望我們自己的友軍 友邦或者跟我們比較在軍事上面有合作的能夠更多的這個介入嘛 那畢竟我們是不對稱的戰爭 所以怎麼樣有效的去這個結合相關的這個可以跟我們合作的軍隊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一塊我也是希望能夠看到比較仔細的報告 是 我們都會納入 對 因為我可以想像當然是要往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會怎麼做 那我們會怎麼樣去結合這些 跟 包括如果是需要機密的報告的話 就請你們過來我們辦公室 那我們目前跟日本跟美國 或是跟我們比較有可能結合的這些的 例行性的合作 跟可能的這個策略是什麼 那我們再來進行一下了解 是 沒問題 謝委員 謝謝 等一下在我們羅志正委員諮詢完畢 我們休息10分鐘 請羅志正委員 主席可不可以請副總長 請副總長 羅委員好 我們常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對不對 是 請問一下那個跨越2016 朱日合逼 西 這個演訓演練演習 結束沒有 對岸的 我們持續在我們的情報單位 都有在 結束沒有 目前我沒有看到結束的資料 我們持續 所以還在進行 我都有資料 從7月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還在進行 那個我們的哪個單位可以回答 還是 就是還沒有還在進行 這個細節 我不方便跟在這邊講 我們會下去跟委員報告 但是我們持續都有掌握這個狀況 那重點來了 是 要知道他們演續的內容 他們模擬的想像 再回過來推我們自己 對他們想像的這個規劃到底準不準確嗎 對不對 是 他們這次有沒有演練 那個投射到柏埃特區 我沒有看到 去年有 模擬總統府的攻擊 對不對 是 今天有沒有模擬柏埃特區的 相關的一個 斬首行動 事實上我覺得 呃 中共在這個珠石河的訓練 尤其他們自己啊 訓練完美都 都放到公開的網站上看 我們也看了 沒有啦 國防部不會只有公開網站的資料 我知道 一定有你們的情報資料 所以我們針對下面 大部隊的移動 訓練 電腦化 我們都有掌控 是 因為我們想像就今天這個封閉了 雪山隧道之一 就是為了避免斬首行動嘛 對不對 但斬首不可能只有透過這個 從這個藍牙平原登陸啊 也可能直接空降投射 他的斬首部隊啊 對不對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嘛 好 合過頭來看 我們的演練 副總統你打幾分 呃 您是說我們的漢官演習 漢官演習 呃 我們不是用分數來 不是啊 你自己啊 我知道你自己 我認為是做得相當的不錯了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你知道演習的目的何在 所以你講那個幾個 制式的是什麼 呃 呃 要驗證國軍戰備成效啦 新型兵力戰術應用作為等等 你覺得演習 任何演習 他的目的何在 我們就是 帶著敌一群來練兵 然後呢 然後來檢討我們 精進的方向 還有我們未來的 訓練軟硬體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準備跟人員的這個提升 這個 沒有錯嘛 演練 然後最主要是 學習 從裡面找到問題 沒錯吧 是 那一開始我們提到你 今年完成的演練項目 總共1072項對不對 是 還有沒有完成的部分 有沒有哪些你覺得是 並不是天空因素喔 是其他因素 表現不佳或其他因素 所以沒有演練的 有沒有 沒有 我 我沒有這方面的細節 所以不知道 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聽到 機械因素啦 或其他因素 人為因素啊 造成沒辦法演練的有沒有 我請連山次長 連山那個次長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報告委員沒有 沒有是吧 是 所以其他都是因為天空因素 不是天空因素 報告委員 我們演練的科目 今年一百一千零七十二項 我們通通都做了 那做了 做的當中 可能有一些小數是 比如說協調聯繫不夠啊 我們去怎麼去再去強化 是如何 這小缺失 在大的訓練項目裡面 都達成了 所以我們 在10月3號我們 所以1072 全部完成了 對 這要驗證的項目 我們通通都達到了 那有沒有不滿意的 或覺得不夠好 分數不好的 當然 我們絕對不能做自買 我們年年都要再精進 就剛剛像 委員所給我們指導的 我們就是要在這當中 去了解我們的缺失在哪邊 那 10月3號 我們也充分檢討了 我可以把 下去之後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檢討的缺失 大概有什麼 未來要測試的方向 這個可不可以提供我們 我們 我們 因為看完這個報告 我覺得發現這個是 不要說粉絲太平不好聽啦 好像就是流水帳 報告我們一下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這不是目的啊 報告委員 我跟您報告 我們10月3號 部長總長帶著我們 做了很深入很深入的檢討 我們相關的缺失都有 可是你要喔 聯勇演習完第二 不到兩天 你們就對外宣布了 達成遠訓目標 展現情訓經驗 報告委員 您應該也不否認 我們國軍是情訓經驗 大家很認真的在 好那8月5號那天 連連勇超臉 不是有發射4顆 這個 飛彈 然後有一枚沒有發射嗎 有一顆 有一顆沒有發射嗎 彈的問題 那個是彈的問題 還是標靶的問題 彈的問題 彈的問題 有有來了 你看當天是怎麼說的 當天不是說彈的問題喔 喔那個 樂園不足 樂園不足 對抱歉 抱歉 那是樂園不足 你看到現在你搞不清楚 是樂園不足 沒有鎖定標吧 還是彈的問題 那天是樂園不足 那個樂園不夠 對 那你怎麼會認為彈呢 你是哪邊來的資訊 認為是彈的問題 我搞錯了 是我搞錯了 差很多耶 是是是差很多 彈的問題跟那個 樂園不足的問題 是有問題的 是樂園不足 好那檢討沒有 為什麼樂園不足 其他三個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那一個 那個樂園有問題 你們是用加熱的方式 你不用引擎嘛 你是用加熱的方式 是什麼問題 如果今天對方突然 把他引擎關掉 你就守不到了 不會 他樂園還是在 好那那 告訴我 那第四個為什麼 熱園不足 你們檢討沒有 到現在已經幾個月了 一個半月了 還不清楚 哪個單位負責的 副總長 他們有沒有跟你報告 有有 總統面前 那一顆不會 發射 不能發射 我剛才也報告過 就是說我們 這種射擊啊 不是以百分之百來看 而是達到訓練目的 來看 沒有 我現在我知道了 有的時候熱園啊 比方說我們投一個照明單 它是 如果是200萬度 熱園一下 它到了 經過雲層以後啊 你就 看不到了 那怎麼打 或者它突然那個 閃壞掉 很快就落下來 我知道不可能百分之百 這個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要檢討 我們一定檢討 就是因為有問題 我們要找問題解決問題嘛 這才是演練的目的啊 是是 對不對 模擬考每次都100分 結果真正考試出問題 才是問題 所以我跟剛剛委員報告過 就是說我們 打分數 不是以命中100分 沒有命中0分 那我準備開始 我只問個個案好了 到現在為止 你們知道那個熱圓不足的原因 是人為因素 天候因素 還是任何的 這個季節因素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我請這個訓練次長 跟您說得更清楚 調查沒有 業管單位 報告委員 那一天的那個 標槍飛彈 它沒有瞄準鎖定 的確是因為熱源不足 是因為當時在整個射場 在這個環境裡面啊 因為之前打了很多的炮彈 還有空射 空炸 還有這個 懸役機 它的空用武器 已經打很多了 所以整個訓場 它有很多的燕障 煙霧瀰漫 所以它在比對的時候啊 可能會發生 熱源不足 無法鎖定的狀況 那真正的戰場 會不會這樣 我跟你報告 這就是戰場的常態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 所以我們在這一邊 就要 回溯要來檢討 這個瞄準手 射手的訓練 對於標定熱源目標的方式 訣竅 還有無法鎖定以後 它的補救的措施 這就是訓練最重要的地方 沒有錯 就是透過訓練找到問題嘛 對 這就是問題 這就是問題 這一個 你剛才講的東西 有沒有在檢討報告裡面 在這一次的漢官沒有提這個 沒有提不是很奇怪 但是我們聯機夜館 我們是在檢討這個 實際的戰場 都業務迷賣 還要遮斷了熱源 有可能啊 這個要回溯到 兵肩來做課程的這個上課 未來的這個教育上面 都會做一些案例的宣導 還有檢討 那未來 再打標槍 也可能發生這個狀況 因為它不是系統的問題 那我請問一下 那個副首長 這一次的超野漢官三十二 有沒有列入年度的考核 有 我們每一項都在 都屬於我們測考項目的 那你知道朱日和有沒有 他有他們的方式 就我們所掌握的資訊 媒體的報導 他不列入考核 目的何在 希望官兵們 或是這個作戰部隊 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問題 考核不等於要處分 考核是我們找的問題 要加強訓練 有的時候是裝備 有的是人員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這個練習 給他們機會 好 那相較去年來講 你覺得整個的情況 是不是進步的 進步 進步喔 是 最大進步在哪裡 最大進步就是很多 在往常沒有超野的坑末 我們的拉進來 有超野坑末 我們增強它的這個強度 好 那告訴我們 最大的 你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裡 還是沒有 有沒有 我們也有蠻多地方 我們需要再提升的 蠻多地方是哪裡 最重要 你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在哪裡 因為就是 比方說 這個 路上對抗受到限制 受到路上的裝備 或交通限制 我們怎麼樣能夠加強 還有我們的遠距 遠距的指揮管制機制 怎麼樣來提升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副總長 未來考不考慮 在單兵的交戰上 可以用雷射 作為交戰的一個 一個 這個已經列入規劃了 已經列入規劃了 未來是有存在的 所以今年沒有 今年沒有 因為要花時間去採購 跟驗收訓練這些事情 因為那個相對會比較 對 降低一些人為的判斷的這個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一次 我們找到一些問題存在 是 好 最後再請問一下 我們未來有沒有規劃 如果對方採取斬首行動的話 我們眼內的項目 有沒有包括這一塊 正對對方的 反斥他們的斬首行動 國外特區啦 就這麼簡單 是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都在我們這個 設定的場景裡面之一 好 因為本期最近去美國開會了 然後這個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 辦公室的這個資深顧問 海大衛 David Haley提到一點 希望台灣能夠 專注於 中國解放軍的台海投射力量 尤其是 投射它的部位到本島來 這部分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因應的 規劃跟準備 你說台海投射就是 對岸投射它的兵力 到本島來 對 這就是我們 剛才 漢光山社的主力 我們的情間真 要不斷的這個 這個在提升 能夠掌握這個實際的狀況 然後做最快速的反應 因為我在現場的感覺 他認為 這一塊他認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換句話說他不能躲島的時候 他在嚇阻力量上 就會 嚇阻上就達到一定的效果存在 因為他即便 在第一戰裡面發動了 可是當最後他發現他沒有辦法 把他的兵力投射到本島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會三四而後行 所以那一塊的兵力的加強 美方的建議你覺得是認可的 是已經在我們的規劃兵力裡面 好他也提到所謂發展精銳的部隊 Elite troops 精銳部隊 是 你同意嗎 我同意 他提到要投資更多的資源 在不對稱作戰 你同意嗎 像特戰 像這個狙擊手 我都同意 所以他事實上他所提出的一些疑問 我們已經在做回答了 是 已經在做準備了 是 所以美方那樣的擔憂或關切 你覺得不是 不是我們目前忽略的地方 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是我們感謝他們的提醒 但是我們會列入我們的參考 OK好 謝謝副總統 謝謝委員 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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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 在我们公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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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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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曉初級 我們的隧道裡面其實一般來說應該全部都是暗的 你連夜視鏡也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說你這一次的演習 你的血碎裡面你得到參數我覺得非常可疑 你用的空油筒 你到時候空油筒能組隔什麼 一個人我大概就可以推掉了 裡面也沒有裝任何的東西 如果你裝了東西以後 要用多少人來推才可以推得動 你才能組學多少時間 事實上我們因為是基於安全 因為隧道裡面我們是基於交通部的安全考量 不是暫時 所以我們才用空油筒 那你幹嘛挑血碎啊 你如果要考量安全 你演習本來你就要落實 你如果是假的你就不要用 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今天先提出來了 我們認同其實我們這樣的漢廣演習 或者我們做的每一個動作 我們做的每一筆投資我希望都是有效的 我們也從裡面 其實你過去好的 以前落實的非常好 現在不一樣了 這當然跟我們整個建軍 還有我們的兵力都有關係 可是你要怎麼樣去改善 你要整體考量 不是拿這些書面的報告 然後講得非常好 讓大家可以就是表面上放心了 我們希望可以更深入的檢討 謝謝 謝謝委員指導 鐵王第一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我們補上將 請補上將 這個共諜案 但這是一個 我們常講99.99的軍人 克盡職守 一個這樣的老鼠死 其實讓人家很痛心 那他其實退50多年了 到上海經商 然後被中國的國安單位吸收 而且要求他回到台灣 吸收學弟 吸收相關的人員 那如果能吸收到現役人員的話 另外有高額獎金等等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軍情局 主動偵辦查獲的 那案情的內容我覺得 因為還在擴大偵辦當中 不變說明的你們就不用說 我問的部分如果影響到偵辦的 你也可以不用說明 可是本協要問這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事情 中國國安單位已經給他獎金 叫他回來吸收我們現役的人員 所以當然軍情局 或者我們軍安總隊這邊 當然會擴大去看他 對內部有沒有滲透的現況 可是我後來發現 在移送到相關的檢查單位的時候 你們那個公佈出來 連檢舉人的名字都有耶 就那個一些資料是有洩漏出來的 我不知道副參謀總長知道這個事情 還是相關單位 我請軍情局來回答一下好不好 那個名字怎麼會跑出來 報委員 剛委員所提的這件事情 我也不清楚 我們確定是沒有的 那本局這一次完全就是 我們同仁高度的反情報警覺 這件事情我給你們肯定 這是你們辦出來的 是 我們國家永遠都需要維持這樣的警覺心 因為有人 我們國軍的船間炮利 或者我們的漢官演習再怎麼厲害 共諜會影響很大 所以你們能夠偵破 能夠把這老鼠屎抓出來 是對這九成九以上的好的軍事官兵 一個正向的鼓勵 現在你知道這個事情就是 你們移送的資料 除了這個陳姓退役的上位以外 檢舉人的資料有被洩漏出來 有沒有這個事情 報委員確定沒有 你們確定沒有 是的 現在就是說可能我們以往是軍事的 我們軍檢跟軍事法庭已經廢掉了 那你們在移送的時候 移送到民間的 我們原來的所謂檢察官或司法體系的時候 這個部分你們應該要跟他溝通好 就是他有些要貼在報告板上 比如說我們許圈山這樣子 他會公佈一些東西 可是有些東西是 機敏資料的時候 可能要溝通好這個東西還在偵辦中 你不能公佈出來 你一公佈出來的話 輕責生命危險 重責國家安全 所以你們這個案子 現在目前還在正辦當中 是的 除了這個個案以外 中國國安單位對台灣的滲透 有沒有因為520的前後 就你們的掌握有身高 還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你們掌握的情資 我沒有特別去比較 這個也沒有看特別的不一樣 我這邊是有一個 國安單位的一個資料 看起來是大概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改變 他們大概只有方法變了 但是對台灣的滲透都沒有改變 差不多 所以有關這個空軍退役的陳新上位這個案子 我們希望就是 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殺雞儆猴 二方面除惡勿盡 你要把它滲透的狀況把它掌握出來 否則我們對很多良善的軍事官方來講 這是不公平的 這個部分請你們再加加油 那有關不小心疏漏洩密 或者不小心公布 因為你們如果到法院去看 地檢署貼出來都會寫 起訴某某人 他會給你寫名字 圈圈圈圈圈什麼東西的 在有關國家安全的部分 可能要溝通上 那個三個都要是圈 可能會比較理想 這部分讓你們做參考 那另外這個副商務長 我們天宮二行 10月5號在九棚基地 那現在報紙也報了 因為我們要試射 那因為中國的海警船 或者他們的類似偵測船艦在附近 我們怕我們的情報也會洩漏 所以我們的試射就暫停 這個事情應該是真的 那我請問一個問題 中國他很希望得到我們所有飛彈的參數 我們有安全可以演訓的地方嗎 沒有 都沒有嘛 沒有 現在面對一個現實 我們不管是九棚 或者我們到東部去 我們所有的中長城 或者我們不要說中長城 我們一般的飛彈的試射 他們都會想截取我們的參數 那他們的鐵殼船 民跟官有時候都還會偽裝 所以一旦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會停止發射 這是一個基本的態度 可是我們看我們周邊的海域 這樣看起來我們可以試射的空間幾乎是零的 這怎麼辦 事實上我們整個訓練 我們會做一些我們的反制的這些作為 另外就是說 我們整個訓練不是靠最後 一定要打出訓練一下 才叫做訓練完成 我剛才講是從裝備的整備 人員的簽證訓練 一直到最後打算 那都有了 但是實測實測參數的蒐集 那個也是必要 那個要看狀況 不見得他每次都來得了 你總共的所有的實彈 都等到真正戰爭要動的時候才知道 所以我們打了很多 沒有影響的我們都打了 我們認為有影響的我們要管制 有機敏的 有這些參數不願讓對方知道的 我們現在確實演訓遇到困難對不對 是 有沒有解決方法 我們有在思考 目前沒有 我們在思考看看怎麼能做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困境 就是說 確實需要演訓 確實需要一些基地做這個事情 那特別像天空二行 或者其他的飛彈的 這種打出去的參數 對方想知道 對方用了那麼多共諜 就想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還打出去讓他測 可是因為我們周邊海域 他一靠近我們幾乎都不能做實彈測試的時候 這個會變成一個問題 對 那這個問題是我們 我們海島型的防衛最大的困境 因為他周邊都可以來 所以這個困境目前沒有任何解決方法 跟他國合作呢 這個合作是有困難的 這個合作是困難的 只是我們自己的作為上面 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思考 當然我們訓練是不會停止 訓練是不會停止 不是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我們另一個人打過來 所以 以天空二行這樣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的實彈的測試 事實上遇到對方的偵測 勤收的作為 我們暫時只能以暫停發射來因應 還沒有其他的應對方法 我這樣詮釋對不對 我們會經過很多的專家 來做一個計算 他的位置 那是模擬的啦 不是模擬 實際狀況 實際狀況 如果他會徵收到我們 我們就停 不會徵收到我們還是會打 對我意思說 如果停的話 對我們的戰備 或這個武器的最後的驗收 會不會有影響 驗收不會 驗收我們會找很多時間去驗 因為沒有完成這個驗收 所以我們不能夠接受啊 我們像所有的飛彈 我們全部大概都做完 對實戰的能力上 它還是有一個洞在那裡 就是我們如果不能打 就缺少發射手這些經驗 這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丟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問題 是沒有答案的問題 你有應對方法 你大概也不便在這邊講 可是我目前了解 大概類似這樣的飛彈 對方要來偵測 我們暫時只能停射而已 這是一方面了解 中國對台灣的野心 二方面 我們的國軍 對這個部分其實很辛苦 是 那在 這裡有 這一篇英文的是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在 最近 大概這個月 寫出來的 9月28號 2016年9月28號 這個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在美國 找了一些美國智庫官方的人 寫了一些文章 其中有一個叫做 Peter Martis Peter Martis寫的就是 有關 在 過去十年 尤其在前政府的時間 是 共諜在台灣最活躍 也就是台灣的黑暗十年 他裡面有提了一個叫做 這個 Cross Strait Intelligence War Without Gunfire 意思就是 兩岸海峽之間的情報戰 是一個沒有煙消位的戰爭 正在進行中 他這樣詮釋其實對照我剛才詢問的這些問題 加上 我們 我們近年 增破 這個資料都不變公佈了 近年 增破的有關 國安單位查到的共諜 對台灣的滲透等等 大概是符合 也就是說 從美國的智庫 從我們現實的案件 我們都發現 我們正台灣跟中國 過去這十年的期間 正在進行一個沒有 沒有Gunfire 沒有煙 沒有火炮的 真實的情報戰爭 而面對這真實的情報戰爭 我們國防委員會 在三個會期 各個的議案 包含我個人 我們都提了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24條 24條之一 34條的修正草案 你們要處理什麼事情 就針對擔任共諜的人 沒有臉皮 也沒有資格 佔領我們的退休縫 我們的退休給予不是給這種人的 我們的軍人該領 該有的給予應該給都要給 你去當共諜會害了國家 會害了你過去軍中袍折的生命 還可以領我們的稅金 我們現在還可以領 他還可以領退休給予 所以我們提了這陸海空軍士官的修正 而且我們那一次在這邊協調 不分黨派都支持 都出了委員會 我這邊跟趙偉溝通 我真的覺得很遺憾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送到院會 竟然國民黨黨團 拉下來政黨協商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絕對不是我們趙偉做的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那個時候在那邊協調 我記得江啟成委員 大家都在這裡 協調出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我們對於 只要牽涉到共諜案 哪怕判一天 一毛幾語都不可以領 而且從你當共諜開始 塑及既往 我們在客中職守的每一個軍人 該給的我們都給他 出賣同胞出賣國家人 憑什麼領稅金 我們訂這個法 那時候我們還記得 我們還討論說 有些貪賭罪也列在裡面 不適當 我們還把它列到一定的罪責以上 因為有的可能 不小心拿衛生紙回家 那我們可以接受 經過協調 把擔任共諜的人 不可以領人民稅金的案子 我們終於協調了 而且還註明不用政黨協商 因為我們在委員會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 時代力量 親民黨我們都有共識 出了委員會 就送到大會 被拉下來政黨協商 我們現在正在排協商的時間 我為什麼現在要問你這個問題 我請問一下我們國防部 有沒有人去遊說 把這個案子拉下來 沒有耶 不可能 有還是沒有 沒有 我再問一次 國防部所屬 有沒有人去遊說國民黨黨團 說這個案子不妥 學長有意見 我們這些退休學長 有人要當共諜 怕領不到薪水 怕領不到退休縫 去遊說把這個案子拉下來協商 有沒有 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 那為什麼一個在我們委員會 毫無爭議 所有的黨團都同意 那時候我們坐在那邊 一個字一個字協調 出了委員和他的案子 為什麼會有黨團 把他拉下來朝一協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樣子 因為這件事情沒有黨派的差別嘛 這國家利益的事情嘛 所以我在這邊 我真的 我相信我們招委跟我們想法是一樣的 回去真的溝通一下 這個案子拉下來協商是不應該的 而且陸續發生了共諜案 他們被判刑了 還可以領退休給予 那對這些上班的人怎麼交代嘛 所以我今天提的這個案子 我真的希望 除了對國防部 希望你們沒有去遊說這樣 因為以往 對這案子有意見的常常是我們部裡面的人 我也希望 我們不同黨派的同事 有些是國家利益 應該一條心 這個東西拉下來真的是不應該的 早一天讓這些出賣國家的共諜 早一天讓這些出賣同胞的共諜 所以 該剝奪他的給予 就剝奪他的給予 這才叫做公益 謝謝副參謀總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請徐志榮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胡上將 請副總長 許委員 好 部長好 首先 並不是我的議題 剛剛 江啟成文委員有提了一下 那個 也有那個影片 是 那個直升機 還有 同學在演好多的 我聽了以後 我小小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是不是 比如說演練也好 或者是一些軍心的物質 運送也好 是不是可以犧牲一下 我們國軍弟兄少數人的 喚起多數人的安寧 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盡量安排 不是一定 就在週休二日 或者是國定假日 週休二日跟國定假日 合合起來 在一年365天裡面 可能將近就有三分之一 學生不用上課 公部門不用上班 都不會吵到人 所以說我的小小建議是說 可以的話 當然不是說 那颱風天當然就不用了 那個當然就不宜了 盡量安排在不用上班 不用上課的時候 就盡量少吵到人 我一個小小的給你參考 是 接下來就有關我們這個漢光32的 當然 發生了一些令人遺憾的事情 我們也就不一一的念出來 當然也造成我們幾位的軍事官兵的傷亡 當然我們也覺得很遺憾 我想請教 不上這樣的就是說 在我們30號 演習整體的過程來講 您覺得滿意嗎 我覺得達到我們訓練的目標 還可以 我覺得很滿意 要請你打分數 好像你剛剛也有委員請教 你好像也沒有打出來 因為我們不是用分數來比較 因為每一項 我們太多項目一千多項 每一項也每一項的考核 我們就是 認為整體上 有沒有達到我訓練目標 為一個標準 好就是剛剛委員講的 我們就是 藉著我們的演習 找出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是 真正有一天 實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得很好 是 講到打分數 雖然部長不在這邊 我必須跟他 可能我們大家對他有一點 誤會也不一定 那天他講了一句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我聽了以後 我才恍然大悟 也可以說 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前一兩天 在某個電視台 看到他在 一部是遊覽車 還是客院的車子 跟我們的參加國慶典禮的 去練習的士官兵 在遊覽車上講 說跟各位弟兄 打分數 打超過一百分 唉唷 我聽到這個 原來他講的他一百分 超過一百分 就是 他不是說他滿分 所以他的滿分 不是一百分 他的滿分是一百二還是一百五 還是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我必須跟他解釋一下說 他講的一百分 不是說滿分 因為他給弟兄們 打的是超過一百分 超過一百分 當然就不是滿分 就是一百分 這個題外話 那我們的項目有1270號項 剛剛也有問過 您覺得最需要改進的是哪一項 可能 我有聽您講說 可能一些比較小項目的 那剛剛當然也有長官講的 像那個 樂感度不夠的那個 我是認為說 那個是比較 比較需要 比較重要的 那個切絲 那個可能比較 比較需要多多的改進 那當然 我們發生那個不幸的事件 個人覺得是說 我們除了這個 裝備的頭扇 需要加強以外 我也覺得說 我們的人員的訓練 也是很需要加強 上將您覺得 是的 我同意 我也覺得 這個訓練是永遠沒有辦法停止 它的強度和深度裡面 是持續要再 再改進 加強 提升的 那接著我想 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部裡面 也有 說明年開始 我們除了救災的任務以外 我們 戰鬥的部隊訓練強度 也要 大幅的提升 是 也要加強我們的夜間 實彈射擊 是 然後從我們每年九十二發的 這個子彈 要提升到兩百七十六發 是 增加的數量接近三倍 當然我們是很 贊成 但是當然 部裡面 部長好像也有講說 我們也要盡量減少在寒暑假 有重大的這個演練 當然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給我們的國軍士官兵 在寒暑假可以多多 陪陪自己的子女 當然 我覺得也是好事啦 但是說 又要加強 這個訓練 又要在寒暑假 減少這個重大的演練 當然我們一般基層的單位 任務也一大堆 所以我們公司單位也輕鬆不到哪裡去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一個要加強演練 一方面寒暑假又要減少這個演練 在這個衣與熊掌之間 我們要怎麼樣去兼得 我們貴部有沒有怎麼樣去規劃 我請那個我們訓練次長把明年準備訓練的規劃和今天 我給您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好 那個次長就請你簡短的 我簡短報告 委員好 我們不管是明年今年或後年 每年的這個訓練流入的律定 是依據各部隊的訓練目標 整個訓練的環境 甚至包含天候海象空域等等 來律定的 那第一個就是先回答剛才委員講的 明年來講 確實我們在射擊上各種編裝武器的射擊 我們要強化射擊戰力 所以大幅調高了所有的訓練的這個消耗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倒不是說七八月份這個不排演訓 那七八月份主要是每年的訓期 在這個時段那個是颱風的浩發季節 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們盡量把演訓 調整到其他的時段 一樣可以達到訓練的目標 那這兩個月基本上 部隊本來這一邊 也有針對訓期來做應變的這一個考量 報告完畢 好 謝謝市長 你好好規劃就好了 齁 再來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我們 各軍組每年都編了 陸海公合起來應該有六億七千多萬的這個 敦興牧林的這個費用 三億多 那我在這邊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六億多的這個敦興牧林的費用 有真正的達到牧林的這個效果嗎 這個事實上我記得大概不到三億 別人也不到三億 但是我們都有充分的這個做頓期牧林在用 也發揮了非常大的這個效果 我這邊的資料是 陸軍有四億多 海軍兩千萬 空軍有兩億多 後期 那可能這是在我們訓練這邊兩億多 可能有些後期的加強 那沒關係 那個金額倒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是說我們人民的納稅前 前邊的這個敦興牧林的費用 但是好像我也聽說有一些 不管是我們的銀漆也好 或者是油庫也好 單壓庫也好 一些軍事的設施 好像地方的鄉親 都好像對我們的設施都不太翻營 甚至有要我們撤掉啦 千里的這些事情應該有吧 是有部分 所以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發了這麼多錢 去做敦興牧林的事情 有颱風的時候 還把我們的國軍 當做清潔工 這個 以後我們敦興牧林的費用 要怎麼樣的去審查 要怎麼樣的去合理化 去怎麼樣去修正 我要希望貴部 好好的多多的考量 是 那最後我一個議題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 當然國軍弟兄也是人 我們一般人的生活就是說 食衣住行義樂 在這個 實姑且還不講的話 在衣住行義樂方面 我覺得我們部裡面都有所 這個 預算上面都有所成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我也不多講了 租的部分 我們總統也有講過 這個老舊營期的這個改善的費用 那些都也有了嘛 行的部分也有各式的車輛 衣熱的部分也有這個採購30號吋以上的這些 液晶電視 我主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在我們的 貴部的預算書裡面的 第192月跟193月裡面 其中對我們這個 南沙東沙特種 高山 等等的這個 軍種的這個 複食食物補助費的知己要點裡面 您知道這個是幾年實施的嗎 我請後勤次長把這個整個的 這個編列跟他的調整的交換 那是97年 我也不想佔用太多的時間 我主要講的意思是說 97年離今年 105年 也畢竟有78年的時間了 在這個78年裡面 我們這個CPI 就所謂的 我們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幾乎是年年在上漲 那我們要均購要什麼幾百億幾千億 我是認為對這些的 軍種 你這個複食的 我這邊手邊的資料是 東沙的官兵一個月是加了600 南沙的官兵一個月是加了800 我的意思是說 差了這麼多年 物價指數也提高了這麼多 應該建議您在明年編預算的時候 可以列在後年的裡面 是不是可以把它合理性的把它調高 也對我們一些在外島 離島特種的一些士官兵們 這個父子方面的 因為這個應該是很合理的事情 97年辦部實施到現在 105年106年明年到你實施可能107年 可能就是差了10年 10年的物價指數上漲的幅度也是很高的 所以應該可以在這邊適度的調高 對我們這些 捐種的在10的方面 應該可以給他們一點好的待遇 是我的建議 希望您能夠好好的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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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調整一下 先讓黃昭順委員先來質詢 調整一下大家同事啦 人家趕高鐵齁 請黃昭順委員 請尊重主席 這可以調整 你不要插一條馬女孩子 因為她是新貴沒有辦法 拜託 她是民進黨 我們同事要加調整人家趕高鐵 彈性一下好不好 事業跟 一下子而已 就給他講 他很快 好不好 好 調整 尊重主席 這是我的權利 這是我的權利 我好好跟你講了 來 請黃昭順委員 接續 我想請兩位 一位是次長 次長 我要請你 因為我們上個月才見面 第二位我要請 請次長 後備指揮部的參謀長 剛才我有看到他 參謀長 是嗎 主席 我想我有幾件事 我剛才在電視上 有聽到幾位在講 說LINE的情組上 我們後備的一些 一些學長們在討論一些事情 包括討論的事情當中 有包括說黨產的案子 甚至於昨天也有討論到 一分贏 一利一休的事情 等等 我要請問參謀長 是參謀長嗎 是的 您剛說如果以後再討論 就要處罰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那麼 他個人 我們輔導組織是行政總統 你相信這委員也知道 我想 如果說他是 參謀長 今天 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自由言論的一個國家 是一個有人權的國家 今天這些公共事務 通通都是 可以公開討論的 是的 我在這裡鄭重的跟參謀長講 因為 如果他們做得好 民調不會 不滿意度 高於滿意度 今天你不要受了一堆 民進黨的新貴的影響 而輕易的在這邊答應任何的事情 我在這裡鄭重的警告 台灣 中華民國 是一個人權 自由 而且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 你不可以假以任何的罪名 去羅斯罪名 我鄭重的告訴你 謝謝委員 因為 有很多的民調 都已經顯示 是 所以你們不要 現在依附在這個政府上 不得已在這裡做答護 而做任何的處置 我在這裡鄭重的在提出嚴重的警告 非常謝謝委員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我本來今天是要來請教部長 結果我沒有想要部長 被我們那個主席啊 很仁慈的讓他請假了 那沒關係 我有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 我想熊山灰彈物色事件 從7月1號到今天已經 整整有三個月的時間 到今天為止 賠償的案件還沒有做好 那我不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我今天絕對不會 脫過主席調整的時間 我請您明白的告訴我 什麼時間內可以做好 國家賠償 委員你好 我海軍司令部的參謀長 跟您做一個報告 有關跟家屬的部分的 相關賠償的協議 已經完成協議了 今天在開海軍司令部的國賠會 開完之後 我們馬上就把它去做承報 後面就是一個 必須要簽報行政院 是 那時間會拉得很長嗎 這個應該是整個 我想 當時發生事情的時候 包括總統去到現場 當時都跟人家講說 立即處理 已經經過三個月 我希望你明確的告訴 或者你用書面告訴我 什麼時間可以給他們完整的處理 這是第二件事我要講的 然後第三件事我就要請次長 我剛剛看的部長沒來 我看到次長來 我覺得我很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在九月 應該是九月六號 我們在高雄見過面 是 那我看了 大概在六月七月八月的時間點 國防部跟高雄市政府 跟市政府簽了一個合作意向書 大概就205兵工廠 要簽到大樹去 我想205兵工廠要簽到大樹 其實這件事我要請教次長 在要簽到大樹以前 你們接洽過多少地點 然後多少地點是拒絕的 請你告訴我 委員好 我是國防部軍備局獲得管理處處長 那麼在這個 因為這個整個案子的話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陸陸續續展開 然後當初的話 確實也選了很多地點 但是有些部分的話 這個地點的話 並不適合我們當初的簽建過去 好 你等 我現在沒有請教 我要請教次長 次長 你當天在現場都聽到了 其實我們要205兵工廠簽廠 我們高雄大概是在 吳敦義市長的時候就決定 但是吳敦義市長決定了 尤其當院長的時候也決定了 都已經正式簽文 但是經過這17年的時間 結果你那天在大樹 你聽到當地的民眾講 你高雄 國防部要跟高雄市政府 經過17年的時間 去過許多的地方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同意 我們國防部沒有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官員 去跟我們當地任何的居民 做過任何的協調 跟公聽會跟座談會 這樣公道嗎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你當天也聽到的 大家很心酸 是 203兵工廠 當時在大樹的時候 大概在十年前還是十幾年前 曾經發生過爆炸案 你應該知道 是的 你應該知道 然後我們整個 包括你們決定說 要到203兵工廠 其實他們已經委屈了非常的久 環品沒有做 這是第一個 水質沒有處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你們在你整個的 那個回饋的辦法裡面 其實大家清楚的曉得 你包括你放彈藥庫 包括203兵工廠當時爆炸過 你們在回饋的機制裡面 從頭到尾 你是203大樹鄉的鄉民 已無誤 所以當天他們提出來 次長你當天答應我說 一個月以內 要把這個辦法修改 把它弄好 但是這兩天 203兵工廠 天天去找那些里長 天天去跟他們講 說你們不要再去找黃昭順 我不知道你們的目的何在 我也不知道你們想要做什麼 或者是你們一定要用強制的方法 去逼我們的民眾站出來嗎 跟委員報告 上次在9月6號 9月6號 我們見過面 對 沒錯 我很肯定 今天是10月6號 是的 所以剛剛好是一個月 你在當天在現場 承諾 一個月 一定把這個辦法修改好 跟委員報告 從那次開會回來以後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 都要針對委員提出 每個禮拜 總共只有四個禮拜 對 這五項數據 我每天都每個禮拜 都在做相關的管辦情形 這裡面 包括第一個 有關於水質的調查 五口井裡面 四口井是覺得沒有問題 在雲區周圍 這一千塊的使用費用 並不是國防部 是由里長成立一個管收委員會 來收取的 第二個有關回饋的辦法 這回饋的辦法裡面 我們現在在研議 如何能夠把兵工廠 納入回饋的項目之一 但是這執行的方面 並不是一個業就能完成 還要成立完 市長 你只要明確的跟我承諾 因為那個是國防部的辦法 是 那個東西不是要經過立法院 也不需要經過行政院 有 而且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是 因為你那個 比你放什麼彈藥庫 都還要更嚴重的一件事 報言 而且我在這裡鄭重的告訴你 2003兵工廠那麼久的時間 你這一次是真正激發他們 大家要站出來 而且他們已經正式成立自救會 所以市長你那天 當天我們一直在安撫他們 而且他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 他們要的不是這個 你今天那麼多地方 包括屏東 包括許多的地區 沒有人要的地區 你硬是把它塞到大樹去 大樹是我們整個 尤其是那個佛光山紀念館 也可以說是我們觀光地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你今天在這裡跟我正式承諾 這個辦法什麼時候可以改 能不能追溯 跟委員報告 這個辦法我們在研議當中 研議完以後 你多久以內 你給我一個明確的時間 你當天在現場 是告訴他們一個月內 今天剛剛好一個月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跟你質詢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是研議完以後 要報選任何地 大概多久的時間 研議完 你多久研議完 多久報行政院 報委員 我最近會在最近時間內完成 最近是什麼時間 最近在這個一兩個禮拜之類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研議完成以後要報行政院 兩個禮拜 送行政院 是的 那行政院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合 這個我在 你完全不知道 沒有關係 我就問行政院長 所以我今天 我想我今天不沾用大家的時間 我謝謝主席給我的時間 我在這裡還是要呼籲 所有的公共事務 都是可以檢討 可以討論 中華民國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中華民國 是一個人權治國的國家 沒有理由說你們必須要接受民進黨的新貴 在這裡告訴大家說我們要嚴懲 我希望國防部要檢討 以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 臨時提案 7月時總統蔡英文曾大動作的宣示 對於南海仲裁宣判後續局勢發展才是五項具體做法 包括捍衛漁權、多邊協商、科學合作與鼓勵海洋法研究人才 同時也請外交部與相關國際組織NGO合作 使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中心與運捕基地 但至今未見具體作為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 有過半民眾不滿意蔡政府處理太平島及南海主權案 國人不想再看到政府空口說白話 政府必須展現維護主權 保障漁權之決心 原此要求國防部於一個月內 研議在太平島成立漁民服務站、漁業工作站 之可信心評估 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 江啟臣、徐志榮、呂玉玲、馬文君、曾明宗、王玉敏、柯智恩、林立禪、吳智陽、黃昭順 以上宣讀 好 要補充說明嗎 法委員 法委員 報告 就有關這個臨時提案的第三行 至今 為具體做為到政府空口說白話 我建議這段把它刪除 但有關這個建井國防部 另外再倒數第二行 原建井國防部跟海巡署 一個月內 研議在太平島成立人道救援中心跟運捕基地 因為這個漁民服務站跟漁業工作站 我們已經正式查到 在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網站 已經說明了 所以說建議這個文字建議修成人道救援中心跟運捕基地 以上報告 好 我們提案委員 各位委員 有沒有意見 有 好 好 我想剛才國防部查說網站 你是查到網站 你們查資料都是用網站 你有沒有打電話去問 海巡署 有沒有 海巡署也確認過 海巡署跟你講有 有 確定嗎 確定 那為什麼我們這邊 查到的海巡署跟我們講沒有 我們是問同一個海巡署嗎 大概誰 中華民國只有一個海巡署 請 市長 海巡署 居港辦公室 吳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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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然後是誰在負負 派幾個人在那裡 你現在打到太平島去問 我們7月19號登島的時候 業務簡報沒有提到這一項 還是說這個工作站是在網上成立的 不是在島上成立 是在網路上成立的漁民工作站 我想我們實事求是 如果太平島現在真的有 就算沒有成立 你已經有特別的專人 在處理這些漁業工作的問題 漁業服務的問題 那就把這個資料交出來 而不是說這網路上查一查 那搞不好那個海巡署辦公室的長官也是查 網路查一查說有 但實際上到底有沒有 電話打通了沒有 所有的事情還是在據時去跟相關單位去求證 都看網路 這麼方便行事 因為顯然我們得到的答案不一樣 這島上電話應該可以通吧 如果國防部現在沒有辦法連到太平島 你怎麼坐在哪 你怎麼坐在哪 你不能這樣回答我 這代表你們敷衍了事 我一個正式提案提出來 你回答我說 如果有如果沒有 你剛剛跟我講說 有 你們查了之後有 你現在跟我回答說 如果沒有 我覺得這不應該是官方的態度 官方是很嚴肅的 你應該很清楚 而且你要具體查清楚之後 來回報本席說 有 今年幾號成立 目前編制多少人 業務經費多少 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的提案已經存在 不需要再另提 那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我今天問你 你給我一個答案 我質問你 你再給我另外一個答案 所以我現在要求 直接打電話問太平島上的指揮官 我要的不是網路上的答案 網路上我也可以找啊 的確網路上沒有過啊 可是 它沒有功能 我們的漁民也沒有辦法 從我路上得到這個服務 甚至當 前幾個月 那些漁船去登島的時候 去靠岸的時候 漁民服務站的人在哪裡 他們有特別站出來說 我們是太平島的漁業服務站 漁民服務站 漁業工作站 我們來這邊特別服務你們 有嗎 沒有啊 那你要如何說服我說 有這個服務站 有這個工作站 電話打通了沒有 到底島上能不能通 如果 如果沒有辦法打給太平島的指揮官 國防部的長官 你們怎麼指揮 各位 副常常總長 市長 你們應該可以直接聯繫得到才對 對不對 如果現在是屬於緊急狀態怎麼辦 而且 島上我們當初去電話也可以通啊 這個業務如果是海巡署的 海巡署也可以問啊 這有這個業務的話 就有業務的作業費那些 在預算中都會顯現出來 這樣子你們查不出來 你有通嗎 怎麼這個效率那麼差 是高雄嗎 是高雄嗎 你是問 喂 我想我們只是把事實 釐清楚啦好不好 好 不要都不清不楚了 然後 公文來往 你們這相關單位 我們這個零題啊 10點就給你們了 兩個小時還沒有查證出來 這麼敷衍啊 好 來我們請盧智政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稍微說明一下 那個剛才跟海巡署巡防處 許副處長聯絡上 他說現在是有漁民服務站 是高雄市政府委託 這個 而且有邊預算 委託我們這個 海巡署 在必要 他們沒有派專員去 但是委託海巡署 所以如果需要說 他們會提供服務 但是是沒有漁業工作站 只有漁民服務站 送一下 好 那現在確定沒有工作站 服務站 有服務站 有服務站沒有工作站 對對對 所以他是委託海巡署 所以國安部我要告訴你們 這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你們都查不清楚 然後你把兩個混在一起 你要回答我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的回答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 我現在提出來 你要加進這個 人道救援的這些 運捕基地的 研議 我不反對 可以納進來 你一起去做一個研議評估 但基本上 因為 被蔡總統也有宣示 就是太平島 未來 他要做哪些哪些事情 我們要看到具體的動作 那當然中間那一段 如果你們不想看到 那些批評也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改成說 相關單位 應有具體作為 至今未有具體作為 那個把它改成 相關單位 應有具體作為 然後 中間那一段 可以刪掉 一直到 以展現 維護主權 保護漁權之決心 OK 然後後面 原要求國防部 在一個月內 研議在太平島上 成立 漁民服務站 漁業工作站 及 人道救援中心 運捕基地 之可行性評估 我建議這樣改 好不好 這樣啦 國防部 會同相關單位 好不好 你這裡還有市政府的問題 不只有海巡署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國防部 會同相關單位 可以 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請 羅志正委員 謝謝主席 對前面那些字眼 其實沒有意見 就是說 但至今 第四行 但至今未見都拿掉 照剛才江文一見 改成相關單位 應有具體作為 然後一直化掉 化到 空口說八塊 那邊把它化掉 以展現維護主權 這個都沒問題 就是最後 就是成立漁民服務站 漁業工作站 因為剛才已經查證了 漁民服務站是有的 而且總統的宣誓 主要是 人道救援中心 與運捕基地 那我想以這個作為主軸 就是為了展現這種決定 所以 研議 最後倒數第二行 研議在太平島 成立 人道救援中心 運捕基地 及漁業工作站之可行 性評估 這樣好不好 因為你漁民服務站已經有了 在成立是很奇怪的 就是把總統那個宣誓的那個 具體的東西叫做 人道救援中心 頓號 運捕基地 及漁業工作站之可行性評估 這樣可以嗎 好 羅志正委員 提議要增加為 人道救援中心 跟運捕基地 有沒有一屆 可以嗎 沒有 好 那現在請醫生人員 修正後的 來 好 好 電話打通了沒有 太平島的指揮官 我們幾個都見過面 見過了 聲音也聽過喔 不要隨便打一個叫我聽 我們的指揮官就住在太平島上 他是太平島上 請問是副指揮官嗎 你好,我們是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們幾位委員正在討論臨時提案 就是關心太平島上面漁業工作站的問題 還有漁民服務站的問題 想請教你 目前島上是不是有高雄市政府委託你們 代辦漁民服務站這件事 報委員,我們島上有漁民服務站 那也是有... 因為正常你要上島的話 必須經過申請才有辦法上 經過申請才有辦法上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有這個服務站 有吧 有有有有 那一年市政府委託你們多少經費 他有3萬塊 3萬塊 一年3萬塊 一年3萬塊 是一年3萬塊嗎 一間設施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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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如果要更詳細的資料 我們再... 再... 跟你們報告好不好 那... 那市政府的人會去嗎 市政府的人會去嗎 他們要上島一樣要申請啊 我說市政府的長官 負責業務的人 會不會在島上去 定期或不定期 跟你們做相關業務上面的 這些... 合作、溝通、協調 我先跟你們報告喔 他如果要上島 他只要申請的話 都會... 我們... 都會... 都會... 都會跟我們來做協調 喔 他只要申請的時候 他就會... 就會上島來做協調 你講的是說 漁民要上島的話 是要跟你們做協調 基本上他要... 要先做一個... 按照規定來做申請 所以基本上這個漁民 服務站就是 提供給漁民如果要上島 做登錄的服務 做登記的服務 做申請的服務 是不是 是... 他如果說 有... 按照規定來做申請 那我們有... 這個... 這個... 這個服務站來為他做 所以目前就只有提供這樣的服務嗎 是... 是... 沒有其他的對不對 是... 行務委員還... 還需要... 我們直接要釐清而已 我們現在釐清到底有沒有設 然後你們有多少人力 有多少的經費 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 好... 你剛剛講的是一年三萬塊 有沒有錯 呃...對 對齁 他們補助這些... 補助這些補助三萬塊就對了啦 好... 謝謝副指揮官 謝謝你 好... 謝謝... 好...各位 還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就... 我們證實了 到太平島的副指揮官 證實 只有服務站 沒有工作站 所以剛剛有... 條文都有修正 我們請議事人員把修正條文再念一遍 7月10 總統蔡英文曾大眾做地宣誓 對於南海仲裁宣判 後續局勢發展 才是五項具體做法 包括捍衛漁權 多邊協商 科學合作 與鼓勵海洋法 研究人才 同時也請外交部 與相關國際組織NGO合作 使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中心 與運捕基地 相關單位應有具體作為 以展現維護主權 保障漁權之決心 原此 要求國防部與相關單位 會同相關單位 於一個月內 研議在太平島成立 人道救援中心 運捕基地 及漁業工作站之可行性評估 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 江啟成 徐志榮 馬文君 呂玉玲 徐真衛 曾明宗 王玉敏 柯智恩 林立禪 吳智陽 黃昭順 以上宣讀 好 那我們就 繼續 繼續開會 我們臨時提案通過 我們繼續開會 請李燕秀 李燕秀委員 不在 請鍾嘉賓 鍾嘉賓 鍾嘉賓委員 不在 請рен德福 林德福 林德福 林德福委員 不在 請吳智陽 吳智陽 吳智陽委員 不在 請許藝人 許藝人 許藝人 許藝人委員 不在 請高金樹梅 高金樹梅 高金樹梅 高金樹梅委員 不在 請賴氏寶 賴氏寶 賴氏寶委員 不在 請許淑華 许淑华 许淑华委员不在 现在登记咨询的委员 都咨询完毕 那本次委员会的委员 李孙林委员有提出书面的咨询 请列入我们的记录刊登在公报上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 答复的给我们委员口头 指寻的跟魏答复的部分 都要补充的资料 送到我们相关单位 以两周的时间来进行提供 好 我们今天散会 两周的火候 我们应该做的 白红 资料 我已经在做了 打算 今天再做 Clem 资料 出资料 搭上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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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